张寒云脑海中不禁想到了昨晚的一幕,耳后跟悄悄地爬上了淡淡的红韵,他倾咳一声,声色内忍,霍思绅,要做就做,别给我动手动脚的,不知道会在他心底泛起一圈圈的涟漪啊。 霍思绅低,笑出声就算了,还不怕死地又捏了捏张寒云的耳垂。 韩云,你耳朵都红了,真可爱。 他笑道,张寒云的回答是,一把拍开他的手,粗声粗气,系好安全带。 要不是路上车来车往,他非得把车标出去,让他感受一下乱说话的后果。 霍思绅笑得更大声,连胸腔都是带着回音的。 不过,他倒是乖乖地系上了安全带。 张寒云对他翻了白眼,不过等车开了后,他唇角偷偷地浮现了一抹笑。 到了霍氏集团,张寒云一个飘移,精准地把车开进了某个停车位。 霍思绅看了眼他,寒云,漂亮。 他看上的女人,就是特别的厉害。 张寒云不理他,直接解开安全带下车。 霍思绅也不恼,跟着解安全带下去。 韩云,有兴趣找个时间来场飘移比赛吗? 他提出邀请。 既然他对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感兴趣, 那他偶尔陪他玩玩也无妨。 就当是繁忙工作后的休闲娱乐。 堵住是什么? 张寒云停下脚步,转头看他。 有你定。 霍思绅笑着把主动权交给他。 张寒云挑了挑眉,滚得离我远远的。 寒云,我们有三个宝贝,你觉得可能吗? 霍思绅好笑反问。 张寒云切了一声,转身就走。 霍思绅跟上,拉住了他的手。 把时间定在晚上如何? 他自顾自导,就当是放松放松。 张寒云转头看了眼他们相握的手,皱了皱眉。 可以,所以,你的尊手能松开我了吗? 他道,霍思绅捏了捏他柔弱无骨的手,才放开了。 请他这回又做回绅士了,对张寒云做了个请的动作。 张寒云又是翻了个白眼,转身风风火火地朝霍氏集团走去。 进到里面,立刻引来了一阵骚动。 大家都在以眼神询问对方,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能走在霍总的前面? 要知道在公司,大家都是毕恭毕敬地捧着霍总的, 哪里有人敢走在他面前,又不是嫌命太长了。 最后,大家都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人知道张寒云的身份,不过能让霍思绅这么纵容着, 恐怕身份不低。 难道是上面某个大佬的千金? 就在他们猜测纷纷的时候,霍思绅一个立谋扫过了他们, 吓了他们屏息尽气,不敢再造次。 这位就是你们以后的老板娘,都记住了吗? 就在大家心里怕霍思绅惩罚他们的时候, 就听他认真地介绍起了张寒云。 他这句话可谓是激起了一层层的浪花。 记住了,霍总,不管大家心里有多么的惊涛骇浪, 面上都是恭敬的引导。 把消息传出去,让大家都记住他的样子。 霍思绅让人光明正大的给张寒云拍照, 打算把他的美照传遍整个公司。 原本在前面等着的张寒云,眉头抽动了几下, 旋风般地走到了霍思绅面前, 当这一楼员工的面前,高跟鞋直接踩在了他的脚上。 霍思绅还没怎么样,员工就传来了抽气声。 这高跟鞋踩撵人是最疼的呀, 他们都替霍思绅疼。 不过,他们更敬佩张寒云, 他踩的可是高高在上的霍总啊, 勇气可嘉。 但霍总也是真宠他呀, 被踩脚了都不生气。 有爱看霸总小说电视剧的, 都挠不出了霸总和他撒爽娇妻的剧情。 姐姐真的是太洒,太美,太带带, 难怪会把霍总迷成这样, 他们也很爱呀。 好了,不闹脾气了,嗯。 霍思绅看着张寒云,宠溺的哄, 公司的员工迟早都会认识你的, 我只是提前让他们知道而已。 张寒云的回答是, 又狠狠地碾了碾他的脚。 霍思绅,你再这么高调, 我立刻就走。 他低声威胁,霍思绅神色一整, 道歉,寒云,这次是我的错, 别气了,好不好? 他态度这么好, 搞得张寒云都生不起气来。 这臭男人, 肯定是把他的性子掌握得透透的, 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才会太硬, 他就软下来。 他瞪了他一眼, 不过还是把脚给抬开了。 这么多人在, 他还是要给霍思绅面子的。 我家宝贝来公司的事, 不许传开, 知道了吗? 霍思绅清了清嗓子, 下达了命令。 众位一楼员工哪里见过 这么地气生动的霍总啊, 愣了几秒, 才保证不会乱传的。 霍思绅请张寒云去坐专属电梯, 上了顶楼, 特助早就带着文件在那等着。 霍总, 张小姐。 他微微躬身, 跟霍思绅和张寒云打招呼。 很明显, 霍思绅是提前跟他说过张寒云的。 张寒云对他点了点头。 霍总, 这是你要的东西。 特助把文件递给了霍思绅, 道, 霍思绅拿过, 叫来秘书, 让他先带张寒云去办公室, 他有些事要吩咐特助去做。 张小姐, 请。 秘书非常客气道。 张寒云跟他去办公室。 霍总, 你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特助道。 霍思绅看了眼张寒云的背影, 你替我传话下去, 就说他以后会是公司老板娘, 让大家对他客气点。 文言, 特助眼里的惊讶一闪而过, 他记得霍思绅还没有追到人, 就这么着急地坐实张寒云的身份。 看来霍思绅真的是很爱他呀。 就连圈内拉廊配的十佳千金, 都没过这种待遇。 不, 应该说是, 霍思绅从来没有给过他正脸桥。 好的, 霍总, 我这就去办。 特助压下了惊讶, 道, 霍思绅没说什么, 静字地走了。 不过片刻, 整个公司都知道, 霍思绅带未来的女主人来了, 而且据说特别的漂亮迷人, 和他就像是天选的逼人。 男才女貌, 家偶天成。 大家都变得兴奋异常, 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地想上顶楼来看未来的女主人。 不济女色的霍总, 终于铁树开花, 情路开窍, 多么令人振奋的重大消息。 他们要看看, 是谁能让霍思深动情的。 张寒云还不知道自己成了香波波, 正一板一眼地和霍思深谈生意合作。 敲定了预计高的分销, 在法务部的陪同下, 张寒云在合同上签上大名, 人手一份。 我走了。 他把合同放好, 起身就要走人。 霍思深拦住了他, 以眼神示意法务部的人离开。 他们非常的识趣, 跟霍思深和张寒云告辞后, 就赶紧离开了。 虽然对张寒云好奇的要命, 但在霍思深的眼皮底下, 他们可不敢造次了。 等人落单的时候, 再好好地找机会跟他说话吧。 还有事。 张寒云看着霍思深, 气场大开地问道。 霍思深勾起唇角, 七身逼近, 在他要往后退时, 伸手圈住了他的腰, 让他退无可退。 张寒云眉目一拧, 正要喷火, 就听霍思深笑道。 寒云, 你就这么怕跟我同处一室啊?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对我的在乎更多了? 要不是这样, 那么急着逃离干什么? 本来要挣扎的张寒云, 这下不动了, 他眉眼一勾, 笑了。 霍思深, 你脸皮是不是抹了一层又一层的瓜腻子, 要不然, 怎么变得那么厚了? 他笑着缝, 霍思深也不气, 还把脸凑近点。 你摸摸, 不就知道了吗? 他声音低沉唇厚, 饱含了诱惑之意。 张寒云还真的朝他的脸伸手, 不过不是摸, 而是捏。 他下足了力气, 把他的脸都捏红了。 本以为霍思深会生气, 没想到等他松开手, 他反而轻醋了醋眉, 表情变得委屈又可怜。 寒云, 你捏得我好疼。 他声音也特委屈, 眼尾竟然隐隐地泛红。 一个气势全开的大老爷们, 一旦做出委屈的样子, 那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至少张寒云非常的吃这套。 他低头看了眼捏人的手, 暗自反省, 他真的用太大力了吗? 霍思深看他这样, 眼底深处闪过了一抹金光。 他的女人, 果然是吃他示弱的一套啊。 这可就好办了。 以后多用用, 没准能让他早点心软答应他。 寒云, 帮我吹吹, 嗯。 他把脸凑过去, 都红了, 特疼。 张寒云盯着近在咫尺的清晰红印子, 很想硬气地说一个大老爷们, 怕什么疼, 可画到喉咙边滚了好几圈, 又咽了回去。 他瞪了霍思深一眼, 最终是鬼使神差地, 给他吹了吹。 自己动手捏人, 结果还要反过来给他吹吹。 真是造孽呀。 霍思深看着他微微嘟起的红唇, 原本隐隐地带笑的眼, 也渐渐地转身, 猴杰极快地动了动。 察觉到他侵略性的目光, 张寒云心生警惕, 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脚上, 用力一年, 他感到疼, 眼里的幽暗收敛了点。 韩云, 我脸的疼还没好, 你又第二次踩我的脚, 我觉得他都变肿了。 霍思深轻皱眉头, 有点可怜道。 他说就说了, 还后退几步半蹲下姐鞋子。 张寒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你干什么? 给你看脚肿没肿啊。 霍思深抬头看他, 理所当然道。 张寒云颇为无语地看着不按常理出牌的他, 他搞不懂, 这人的反差怎么变得那么大。 明明初见, 他气场大开, 生人勿尽, 淡漠疏离, 跟眼前这个装可怜半委屈, 而且还要拖鞋看脚的男人, 相差了七万八千里。 思深, 你老实说, 你那里是不是换心了? 他脱口而出, 霍思深听后, 抬眸看他, 认真表白, 放心, 我如假包换, 对你的爱只会与日俱增。 张寒云的回答是, 又翻了个白眼。 和他认识以来翻的白眼, 是历年的总和还要多。 真肿了呀。 霍思深的声音响起, 张寒云低头看去, 果不其然, 那脚又红又肿, 看起来有点严重。 他抬手摸了摸鼻子, 有点心虚, 似乎踩的力度大了一点点啊。 给你, 他从包包里拿出了一个瓶子, 丢给霍思深, 一天三次, 不超过两天就能消肿了。 他的药都是用上好的药材制成的, 效果特别的好。 帮我图。 霍思深举平, 道。 张寒云瞪了他一眼, 你别得寸进尺了, 小心我。 寒云, 我脚真的很疼, 你不能帮我图吗? 霍思深又换成了一副 引人可怜的样子, 眼尾的红还若隐若现的。 他来硬的, 张寒云肯定会硬碰硬, 但现在, 霍思深, 你真是越来越麻烦了, 这次看在是我把你的脚弄成这样的份上, 我可以帮你图, 但下不为例。 他抢过了药瓶, 粗声粗气地说完, 才让霍思深去沙发上坐下。 霍思深唇狡笑的弧度悄然浮过, 装作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沙发前。 张寒云明知道他是装的, 可又该死地吃他这一套。 唉, 他真的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他半蹲下, 给霍思深涂药, 涂好后, 他欲起身, 霍思深却迅雷不及掩耳地拉过他, 他没有任何的防备, 所以直接倒在了他的身上。 思深, 我听说你搞得全公司都知道张小姐是你的女人, 我是不是要改口叫他一声扫。 杨子轩开门进来, 话音在看到他们相贴的身体时, 自动地消音。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他贼兮兮地看了霍思深一眼, 还体贴地退出去关上门。 杨绍, 你这是, 秘书本来是赶来阻止杨子轩贸然进去的, 结果却看到他又出来了, 胡逸道, 杨子轩脸去脸上的猥琐, 备手在后, 没事, 你去忙吧, 我去参观下公司。 说完, 他越过秘书就走, 秘书狐疑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办公室里, 张韩云推了霍思深一把, 从他的身上起来, 警告道, 霍思深, 你在乱对我动手动脚, 我真的生气不理你了。 霍思深收回了蠢蠢欲动的手, 起身, 红, 韩云, 你可以不用管子轩, 他不会在外乱说什么的, 我在乎他做什么。 张韩云皱眉反问, 他根本就不在乎被杨子轩看去, 他只是气恼霍思深对他动手动脚, 而他偏偏还拿他没办法, 总之一句话就是, 他恼怒霍思深对他的影响太大, 霍思深被他的话彻底地取悦到了, 不在乎别的男人就对了, 就算这男人是他最好的朋友都不行。 韩云, 那你在气什么? 他笑问, 张韩云瞪了他一眼, 别给我装傻。 好, 好, 我为我的情男资金跟你道歉, 原谅我。 嗯, 霍思深暖下态度, 要多认真有多认真的跟他道歉。 张韩云看着这样的他, 就好像一拳击在了一团棉花上面。 好气, 不解气。 霍思深皱了重眉, 突然抓起他的手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张韩云被吓了一跳, 迅速地收回了手, 眼神陡然转立。 霍思深, 少对我使苦肉计, 要不然我。 他欲言又止, 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威胁。 只是心里知道, 他是排斥山霍思深脸的, 尽管是他抓着他的手扇。 他深谙, 脸是男人的面子。 霍思深顺着道, 好, 都听你的。 张韩云那股一拳击, 在棉花团上的无力感又再次袭来了。 他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内心深处又知道, 他并不排斥这种感觉。 他算是彻底地栽在他的身上了。 杨子轩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背着我, 弄得全公司都误以为我都是你的女人啊? 他只好转移了话题, 霍思深在公司里是绝对权威的存在, 他敢肯定, 一楼的员工绝对不敢违背他的话。 霍思深没有否认。 韩云, 如果可以, 我更想弄得整个圈子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 他勾着唇角, 这样就没人敢打你的注意了。 张韩云听后, 有点无语, 霍思深, 你真是。 不过, 心里又不受控制的乱跳, 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他喜欢霍思深这样阳奉阴违的霸道? 韩云, 快十二点了, 你快吃饭。 嗯, 霍思深不给张韩云多想的机会, 提出了吃饭的邀约。 张韩云想了想, 到底是答应了。 他有预感自己拒绝的话, 他又要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一开始就答应了。 吃完饭就来公司睡个午觉, 下午跟我回霍家接孩子。 霍思深得寸进尺地把他的一天安排得明明白白。 张韩云的回答是, 一脚扫过去, 警告, 少安排我怎么做。 好, 好, 我的错。 霍思深从善如流地道歉, 还特耐心地问, 韩云, 可以下午陪我回霍家接孩子吗? 张韩云抽了抽嘴角, 我问过苏小姐, 他说研究所下午没什么事, 你可以不用过去的。 霍思深赶在他说下午要去研究所时, 道, 文言, 张韩云舌尖抵了抵后曹牙, 你什么时候有知灵的联络方式了? 他问道, 我有他的联络方式很难吗? 霍思深不答反问。 下一秒, 他逼近了张韩云, 勾起唇角, 眼里闪着亮光。 韩云, 我背着你联系他, 你是不是吃醋了? 少乱想, 我只是怕你煽动他, 叛便站你那边。 张韩云随口解释, 霍思深笑了, 可不用我煽动, 他都想我们能成啊。 苏之灵想撮合他们的心非常的明显, 要不然也不会给他助攻了。 张韩云哪里会不知道苏之灵的心思, 不是要吃饭? 走吧。 他倾咳一声, 转移了话题, 霍思深顺着他, 两人离开了办公室, 本来是要二人世界的, 结果被逛一圈折回来的杨子轩给黏上了。 霍思深凉凉地看了眼硬要当电灯泡的杨子轩。 思深, 别那么小气, 不过是蹭你一顿饭而已。 杨子轩装傻充愣, 霍思深懒得理他。 三人去吃了香菜, 以辣闻名。 嫂子, 我还以为你作为医生, 是寄辛辣的, 没想到你没啥忌讳啊。 杨子轩已经自来熟地改了对张韩云的称呼。 张韩云但道, 我只会叮嘱病人, 让他们少抽烟喝酒, 寄辛辣。 言外之意就是, 只要不面对病人, 他啥都吃, 并没有特别的养生准则。 他爱美食, 只不过厨艺太差而已。 至于杨子轩对他的称呼, 他纠正了好几次他都我行我素, 那只能听之认之了。 杨子轩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嫂子, 苏小姐喜欢辣吗? 他问道, 上次一块吃饭, 苏之灵好像都没有碰过辣的, 不知道吃不吃。 可吃可不吃。 张韩云随口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杨子轩眼珠子一转, 试探性问, 嫂子, 如果我说我想追他, 你会反对吗? 他主要是看货私身都放下金贵追求张韩云了, 也想尝试追一下苏之灵。 要是斟酌迟疑太久的话, 怕错过了好不容易心动的女人。 你, 张韩云皱了皱眉, 你风评不好, 我怕之灵会胖揍你。 苏之灵最讨厌的就是乱传绯闻的人。 杨子轩听了, 却是嗅到了别的关键信息。 嫂子的意思是, 你不反对我追他。 他问, 这是你的事啊。 张韩云道, 但我会适当给知灵建议的。 如果杨子轩真的是如传闻的花花公子, 他自然不会让苏之灵往火坑里跳, 但若这些是他故意发出来的烟雾弹, 为的是麻痹某些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自从被知青构陷, 弄得声名狼藉, 他就不会轻易地相信传闻。 一个人如何, 得靠心观察。 和杨子轩接触的几次, 至少觉得他跟传闻的不太一样。 真花的话, 面对出现在身边的环废燕兽, 眼里没有任何的猥琐和渴望。 骨子里花心猥琐的人, 遇到美人, 眼里都会流露出恶心光芒的, 藏都藏不住。 那嫂子, 我就放心地去追了。 杨子轩笑道, 他还挺担心张寒云会反对他追, 毕竟只要他跟霍思绅说一声, 已经重色轻友的霍思绅, 为了薄红颜一笑, 有的是办法送他出云城的。 张寒云不置可否, 追不追, 是杨子轩的权利, 他无权干涉。 子轩, 吃你的饭, 话别那么多。 霍思绅给张寒云加菜, 道, 杨子轩比了个, OK的手势, 谁让他是个电灯泡, 就得当好灯泡的自觉。 韩云, 这菜好吃, 还是我做的好吃? 霍思绅壮似无意地问道, 张寒云吃了口菜, 抬眸看他, 问这个做什么? 难道连厨艺都要比? 堂堂霍爷,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攀比了? 没什么, 就是想知道我的厨艺 在你心里打几分而已。 霍思绅道, 张寒云挑挑眉, 不打反问, 如果我说是这里的菜更好吃, 你会如何? 不如何, 只会更加钻研厨艺, 让他在你心里占据的分量更大。 说着, 霍思深深情浅浅地看了他一眼, 韩云, 我爱上了你, 就想在你心里是最好的。 张韩云拿筷子的动作一顿, 心率不受控制地乱跳, 这甜言蜜语, 有点甜入人心。 嗨, 杨子轩非常杀风景的巨客出声。 不怪他, 实在是他没有见过霍思深说甜言蜜语。 你有意见? 霍思深一记立眼扫过去, 凉凉地问道。 没, 没。 杨子轩吓得连连白手, 我就是不小心枪到了。 思深, 你继续, 我去烫洗手间。 他起身逃之夭夭, 怕再不逃, 会被霍思深的眼神冻死。 霍思深对他逃跑的背影轻哼一声, 算他实相。 想吃极度辣烤鱼吗? 我做给你吃。 他收回目光, 看向张韩云用秒变温柔。 张韩云已经习惯了他的变脸, 拿筷子加了块肉放进嘴里。 我以为以你的身份, 会很忌讳烤鱼这种不健康的食物。 他不打反说, 霍思深笑笑, 以前这些在我眼里确实是不健康的, 可看你喜欢, 那它们在我的食谱里, 就可以被罗列为是能吃的。 言外之意就是, 他的饮食可以为他全部改变。 他喜欢吃辣, 那他就尝试去接受。 精致的菜肴有, 偶尔大众的食物也能尝尝。 张韩云还没有恢复的心率又猛跳起来。 谁稀罕你为我破例改变饮食习惯了, 他轻哼一声, 颇为傲娇道, 霍思深特喜欢看他嘴硬的傲娇样, 特活力可爱。 好, 好, 不稀罕, 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纵着道, 谁让我稀罕你呢? 张韩云又是一哼, 不过倒是没说什么。 回头我去你那, 给你做心学的几道菜, 你吃了, 给我点瓶点瓶。 霍思深拿纸巾擦了擦嘴角, 道, 张韩云放下筷子, 傲娇剑还没散, 随你, 但别想我给你点评, 我想回趟研究所, 晚上再自己开车去霍家接孩子。 说完, 他拉开椅子就要走, 他怕再不走, 会被霍思深生活化的公式聊得心碰乱跳的。 比起鲜花奢侈品, 这种洗手做羹汤更入他的心。 韩云, 晚上我去接你, 我们一起回霍家。 霍思深道, 这话听在张韩云的耳朵里, 就好像是丈夫叫老婆一起回婆家一样。 呸呸, 他怎么又乱想了? 我自己会去, 张韩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霍思深大不留心地走到了他面前, 强势道, 韩云, 我想去接你。 知道了, 知道了, 啰嗦。 张韩云下意识地妥协, 但不忘嘴上嫌弃一下。 霍思深勾起唇角, 宽大的手掌照住了张韩云的脑袋。 真怪, 他宠溺道, 张韩云直接拍开了他的手, 对他翻了个大白眼, 直接走人。 霍思深嘀嘀地笑出声。 怕是张韩云都没有意识到, 他对他的纵容越来越大了。 这可是一个好兆头啊。 他答应和他在一块, 指日可待。 杨子轩回来, 没见到张韩云。 思深, 嫂子人呢? 他胡疑问道, 去研究所了。 霍思深道, 杨子轩听后, 扎唬了下, 你怎么不早说? 我可以跟他过去啊。 真打算追求苏之灵? 霍思深看着他, 问, 是啊, 杨子轩点点头, 长这么大, 她是头个让我感受怦然心动的女人。 文言, 霍思深轻垂了他一下。 既然如此, 就别再乱跟明星模特传绯闻, 为人父母的, 没人会喜欢作风乱七八糟的人当女婿。 霍思深与众心肠道, 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他还是挺希望杨子轩能有个人拴住他的。 杨子轩抬手摸了摸鼻子, 善笑一声,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和那些明星模特乱传, 不过是不想我爸妈逼我相亲。 因为花名在外, 好人家的女儿不愿意跟他相亲, 差的话, 他父母看不上, 觉得是别有用心的。 哪里想到, 这属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都后悔了, 不知道跟苏之灵解释的话, 他会不会相信? 霍思深轻哼一声, 没说什么。 秘书打来电话, 提醒他会议两点半要开始。 我现在回去。 他弹道。 挂了电话, 他拿上西装外套, 问杨子轩, 你要跟我一起, 还是去研究所? 去研究所。 杨子轩道, 你都要报美人归了, 我总要加把劲的。 霍思深不置可否。 他穿上外套离开, 杨子轩则兴致高昂地去了研究所。 路上经过一家花店时, 他把车停下, 等出来时, 他手上多了一束990多线红的玫瑰花。 都说女人喜欢玫瑰花, 他想苏之灵应该是不例外的。 来到了研究所, 杨子轩手捧鲜花下车, 不过来到门口时, 被保安拦住。 杨子轩也不为难保安, 直接给苏之灵打电话, 说他突然想参加下研究所, 让他下来接他, 自己进来。 苏之灵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就挂了电话, 不过保镖倒是收到了微信, 让他放杨子轩进来。 杨先生, 里面请。 保安客气道, 杨子轩捧着花进去时, 似是有意地拿花给他看了眼, 然后才扬长而去。 保安一头雾水地乱猜, 捧着花这么的招摇过世, 难道是去追苏总的? 不得不说, 保安真相了。 苏之灵正和张寒云讨论新研究的药, 余光就看到了一片红巢塔走过来, 还没有走近, 他就连打好几个喷嚏。 他对少量的玫瑰花不过敏, 但一旦多了, 那花香味钻入鼻尖, 就会觉得鼻子特别痒, 很想打喷嚏。 杨子轩, 你拿着你的花滚出去。 他边打喷嚏边, 瞪着罪魁祸首, 怒吼。 原本还在幻想苏之灵收下花喜滋滋的样子, 结果转眼就听到了他的河东湿吼, 杨子轩的表情一僵, 脸上的笑成要笑不笑, 显得有点滑稽。 张寒云抬手扶了扶额, 道, 杨绍, 之灵对太多玫瑰花聚集过敏, 你先把花给扔了再说。 不久前还信誓旦旦地说, 追求苏之灵, 结果连人的喜好都没有摸清就来了。 简直是, 杨子轩立刻带花离开, 没有了玫瑰花的香味袭击, 苏之灵只觉得鼻子好多了。 他抬手揉了揉鼻子, 没好气到, 这脑子有坑的, 也不知道犯什么抽的捧这么多玫瑰花过来。 话落, 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微微瞪大眼地看着张寒云。 寒云, 他不会是胆肥的, 要跟货爷抢女人吧? 他惊呼道, 张寒云抽了抽嘴角,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的花是送给我的? 不然呢? 难不成是送给我的? 苏之灵反问, 见张寒云没有否认, 他的脸色彻底的大变。 寒云, 开什么玩笑? 我和他同共就见过几次面, 而且每次见面不是开对就是户的,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他立正杨子轩不可能会喜欢他, 没哪个男人会喜欢上赶着找虐的吧? 知灵, 你美丽, 自主, 大方, 能干, 飒爽, 他是个正常的男人, 爱上你很男吗? 张寒云笑着反问, 没料到会被大夸一番, 苏之灵拨弄了下头发, 有点害羞, 又洋洋得意。 寒云, 被你这个大美人一夸,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他完全把杨子轩可能对他有好感这件事, 掏之脑后了。 张寒云见状, 就猜到他对杨子轩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杨子轩进来, 手上的玫瑰花已经不见了踪影。 喂, 我问你, 你那花是送给我的? 苏之灵看到他, 才想起了玫瑰花的事, 他也非常的爽快, 开门见山地问。 是, 杨子轩双眸微亮, 以为苏之灵是开窍, 对他有什么想法了, 趁机表白, 我想正式地追求你, 你答应吗? 文言, 苏之灵摘下了手上的白色手套, 朝他扔过去。 杨子轩, 你别给我发杨巅峰了, 要不然我真揍你了。 他骂骂咧咧, 杨子轩情史乱的一笔, 今天跟这个嫩魔传绯闻, 明天跟那个小明星惹桃花的, 他才不要被这种人追。 杨子轩拿着砸在身上的手套, 一头雾水。 知灵, 我想追求你, 怎么就惩罚杨巅峰了? 他对苏之灵的称呼都改了, 你好端端的捧书花来说, 要追求我, 不是发疯是什么? 苏之灵翻了得白眼, 你要是太闲, 就哪凉快哪待着, 我和韩云还有很多事要商量。 杨子轩哭笑不得, 正要说话, 就听苏之灵警告道, 记得闭嘴呀, 别吵到我。 说着, 他就拉张韩云去那边忙了。 下午, 霍思绅来接张韩云, 看到的就是坐在椅子上 粘头粘脑的杨子轩。 受挫了。 他信不走到了杨子轩面前, 但道, 杨子轩抬眸, 耸耸肩, 哦, 他骂我是在发扬巅峰, 一下午把我当成了空气。 这下午, 他都想方设法地跟苏之灵说话, 结果人家根本不鸟他。 霍思绅听了, 完全地没有同理心。 那你慢慢自闭吧, 我去找韩云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杨子轩起身扑过去, 被后面仿佛掌眼睛的霍思绅 一脚横横扫, 吓得他往后退了好几步。 思绅, 咱们可是二十来年的兄弟, 你怎么对我就没点同情呢? 他别嘴, 控诉, 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霍思绅挑眉反说。 杨子轩被噎了噎。 早知苏之灵抵触作疯乱的男人, 他打死都不会跟那么多模特明星闹绯闻的。 只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可言。 思绅, 放心, 我会用行动证明, 我跟你一样靠谱的。 他很快振作下来, 信誓旦旦地说道。 霍思绅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 一有所指, 子轩, 你跟我说没有用, 得跟当事人说。 说完, 他朝右边走去。 杨子轩会议也朝右边看去, 果不其然见张韩云和苏之灵往那边走了过来。 韩云, 忙完了吗? 孩子还在家等我们回去吃饭。 霍思绅走到张韩云面前, 自然道。 苏之灵完位了看了张韩云一眼, 还抬肩撞撞他。 韩云, 麻溜的, 快跟霍爷回家。 张韩云暗动了霍思绅一眼, 把手上的文件塞给苏之灵。 之灵, 你帮我把这些放好, 我去霍家接旭郡三个。 快去, 快去, 明天晚点过来也行, 至于你给名片的男人, 只要是个冤大头, 我会大载一顿的。 苏之灵挥挥手, 道。 正要带张韩云离开的霍思绅, 敏锐地捕捉到了男人两个字。 什么名片? 什么男人? 他问的是苏之灵, 目光却是落在张韩云身上的。 韩云早上去霍氏集团的路上救了个人, 他查出这人是中了剧毒, 就给了他一张名片, 让他明天来研究所接受治疗。 苏之灵看张韩云没有表态, 就知道这件事是可以说给霍思绅听的。 霍思绅听后, 脑海中不其然地浮现了早上见过的挺拔修长的背影。 他心里不觉闪过了一丝丝的危机感。 这男人虽然看不到正脸, 但从背影散发出来的气质, 就能猜到外表应该是插步了的。 韩云, 你怎么没跟我说, 你给他名片了? 他不无促意道, 和张韩云重逢以来, 他都没有他的名片。 张韩云微扬了扬眉, 不打反问,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他又不是他的谁? 霍思绅被噎道, 他现在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追求者, 确实是没有资格要求张韩云对他什么都说。 杨子轩有点幸灾乐祸地笑了。 让霍思绅刚当让他哑口无言, 现在自己也这样了吧。 从小到大, 见惯了霍思绅的从容淡定, 难得看他吃瘪, 竟有一种惬意感。 霍思绅目光凉凉地扫过他。 子轩, 很好笑, 他声音饱含了威胁。 杨子轩吓得收起了笑意, 摆摆手, 没, 没, 你继续。 霍思绅冷哼一声, 韩云, 走吧。 他对张韩云道, 至于那男人的事, 等上车了再问。 张韩云倒是没有拒绝, 他跟苏之灵告辞后, 就跟霍思绅走了。 原地只剩下了苏之灵和杨子轩。 知灵, 我请你吃饭, 停,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你要吃饭就去, 别拉上我。 说完, 苏之灵越过他就走, 杨子轩牛皮糖一样地跟上, 苏之灵对他呲牙咧嘴, 警告他别再跟来, 要不然他对他可不客气了。 知灵, 你要想打我就打吧, 我保证不还手。 杨子轩一副开水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苏之灵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 他继续走, 完全地把杨子轩当透明的。 车上, 霍思绅本来想给张韩云系安全带, 被他拒绝了。 我自己来。 张韩云快速地给自己系好安全带, 他怕霍思绅又聊得他心驰成一弯春水, 不断地荡漾着。 霍思绅也没有勉强, 而是问道, 韩云, 可以告诉我, 那男人是谁, 你对他了解多深吗? 在他的认知里, 张韩云不像是会多管闲事的, 现在竟然把名片给了那男人, 应该是认识的。 我对他一无所知, 会给他名片, 不过是对他身上的毒感兴趣。 张韩云看了霍思绅一眼, 难得耐心道, 我能解, 不过是机缘巧合下得的解药, 不是说对这毒了弱指掌, 所以才想借这次机会提取他身上的毒素, 好好地研究研究。 有时候毒素运用得当, 是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 霍思绅脸色稍缓, 不过还是有刨根问到底的架势。 真的只是这样。 张韩云有点不耐烦了。 霍思绅, 你能不能别那么的婆婆妈妈? 我对一个一面之缘的男人能有什么想法? 他翻了个白眼, 语气有点冲了, 在你这样绝对英俊的大帅哥面前, 其他人都入不了我的眼了。 我这样说, 你是不是满意了? 话落, 霍思绅果然笑了。 他目光伸锁着张韩云, 语气轻快, 你对我这张脸的打分这么高? 嗯? 张韩云一巴掌呼在他的脸上, 把他推到正面。 你好不好看, 心里没点数吗? 他洋装美好气道, 非得装出乱吃飞醋的样子, 逼他说这么肉麻兮兮的话。 不过他也真是的, 为什么就看不下霍思绅眼里隐含的淡淡委屈, 什么话都一股脑子说了呢? 脑羞成怒下, 他语气更冲了, 霍思绅, 你还不快开车。 霍思绅听话地开启车, 倒是没有在讨论不相关的男人。 韩云, 你有没有发现, 你已经对我使小性子了? 车开出一段路, 他轻松闲适地说道, 这可是好兆头啊。 等他在他面前愿意展露所有的喜怒哀乐, 就说明了他对他已经敞开心扉, 张韩云的眉头跳了跳。 闭嘴, 他闭眼低赤, 他才不愿承认, 是在霍思绅面前使小性子。 尽管事实如此, 霍思绅听话地闭嘴, 不过眼里都是笑意。 可能是心情好的原因, 等到了霍家下车, 他让张韩云等一等, 他回调微信。 张韩云以为他回工作, 所以还真的耐心等着了。 如果他看到群内容的话, 估计会想揍他。 霍思绅先给工作群发了个超大红包, 还复言, 以后少夫人来公司, 你们要变花样地夸他, 谁夸得他心花怒放, 年终奖翻倍, 工资提5%, 消息一出, 群里都沸腾了。 大家先抢红包, 然后先是问霍思绅是不是被逗号了, 得到他否定的答复, 才花式地回他保证会把少夫人哄得心花怒放, 走出公司都是飘的。 看他们如此的信誓旦旦, 霍思绅决定明天看能不能把张韩云拐到公司去。 他就喜欢听员工说他们是天造地设这种话, 张韩云狐疑地看着他, 回个短信都能荡漾的样子。 宁谋, 霍思绅, 你确定是在回工作? 这神态, 说他再跟某个女人谈恋爱都不为过。 想到这个, 他眉眼威灵, 心里划过了思思的不悦, 他要是敢背着他, 停, 打停, 他们八字没一撇, 他管他跟谁聊天呢? 霍思绅关了手机, 看到的就是浑身有些别扭的张韩云, 似是在生气, 又好像不是。 韩云, 怎么了? 他关心问。 张韩云甩了甩大波浪, 傲娇又疏离。 没事, 说完, 他先走了。 霍思绅皱了皱眉, 这是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 他大步过去, 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韩云, 告诉我, 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了? 他紧盯着张韩云的眼, 固执地问道。 张韩云轻痴一声, 我开不开心, 管你什么事? 这是把不悦全表露出来了。 你是我的女人, 喜怒都跟我有关。 霍思绅认真道。 文言, 张韩云都觉得自己有点无理取闹了。 他明明不是这样的性子, 可对上霍思绅, 却又忍不住的十点小性子。 我没不开心。 他压下了不悦的情绪, 恢复冷静道。 霍思绅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过分认真的神情, 似乎是在等他为什么不开心的答案。 张韩云读懂了他的眼神, 暗脆了一句, 这人有时候固执起来, 还挺让人头疼的。 你刚刚在跟谁发微信? 既然他想要答案, 那他就问了。 只不过, 语气有点别扭。 霍思绅先是愣了两秒, 随即反应了过来。 这是吃醋了呀。 他二话不说, 直接把手机内容给他看。 张韩云看完群消息, 神色几经变化, 然后没有征兆地踩上霍思绅还种着的脚, 然后转身大不留心地走人。 这人真的是太无聊了。 霍思绅踢了踢被踩得有点疼的脚, 笑看他恼羞成怒离去的背影, 有点懊恼地想, 看来明天不能拐他去公司了。 不过他懂为他吃醋, 这可是大进步啊。 他们在一起的节奏, 又进了一步。 妈妈, 三小只知道张韩云要过来, 早早就在门口等着, 看到他就立刻奔了过来。 张韩云弯身张开双臂, 接住了他们。 母子四人亲密地互亲着。 霍思绅走过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等他们亲完, 他才上前, 抬手拍了拍三小只的头。 韩云, 走吧, 别让长辈等太久了。 他提醒, 张韩云往里看了眼, 就见霍老和霍夫人他们都站不远处看着。 他们牵着三小只进去。 老爷子, 霍先生, 霍夫人, 张韩云客气地跟霍老三人打招呼。 霍老露出慈祥的笑, 韩云, 今天去公司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员工不长眼地欺负你? 回老爷子, 没有。 张韩云目光微闪, 道。 那就好。 霍老当然知道, 公司上下都被霍思绅, 要有老婆的消息炸翻天了。 有好几个跟他交好的董事, 还纷纷打电话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只是打太极地让他们等喝喜酒就成。 几个董事见传闻是真的, 自然是纷纷地道喜。 他老人家当时听到道喜, 心里还非常得意地想到, 我还双喜临门呢。 爸, 先去吃饭吧, 孩子不经饿。 霍安顺开口, 霍夫人则什么都不说, 只是隐晦地看了张韩云一眼。 全公司的震惊, 他已经从心腹那里知道了, 所以对霍思绅对张韩云的感情又有了更深的认知。 两人八字还没有一撇, 霍思绅就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史蕊从来没有过的待遇啊。 换作是以前, 他肯定会非常的排斥, 但现在, 他目光略过了三小只, 有他们两天的陪伴, 他对张韩云的观感已经好了一些, 只不过这感觉越好, 心里对史蕊的愧疚就增加一分。 总之此刻的他, 特别地纠结, 等他回神时, 已经跟随大流地进了餐厅。 张小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思绅在一块? 既然纠结, 那就干脆开门见山地问。 如果他们真的两情相悦的话, 那他看看能不能说服史蕊放下霍思绅。 毕竟他的孙儿, 还是需要父母的。 张韩云没料到霍夫人会开口问, 眼里的惊讶闪过。 他皱了皱眉,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对霍思绅有那种感觉, 但, 母亲, 您是信不过我的魅力, 打算抢逼吗? 霍思绅以轻松地口吻道, 霍夫人瞪了他一眼, 有点恼怒, 我什么时候抢逼了? 他担心他追不到人, 好意地问问, 还不被他领情了。 奶奶, 爸爸的意思是, 你生的儿子那么优秀迷人, 只要真诚地追, 不怕没老婆的。 眼见霍夫人要把霍思绅的解围, 迁怒到张韩云身上时, 张笑笑充当了翻译官, 不过也是啊, 奶奶这么好看, 才能有爸爸这么棒的孩子, 妈妈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妈妈肯定是想, 爸爸追他久一点了。 说着, 他还不忘拉上霍夫人证明, 奶奶, 换你被爸爸这么优秀的男人追, 难道你不想他追得久点吗? 霍夫人听了, 不动声色地看了霍安顺一眼, 换位的话, 他是挺想霍安顺追他久点的, 只可惜, 他们当初是家族联姻, 没有自由谈恋爱过, 这是他心里的一大遗憾, 不过也能大概地明白了张韩云的心思, 被太优秀的男人追, 是个女人都会有点虚荣的, 享受被爱被呵护很正常, 因为男人一旦得手了, 这股热情劲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那我不问了, 霍夫人摸摸张笑笑的头, 改了画风, 张笑笑甜甜地蹭了蹭他的手心, 然后偷偷地给霍斯森递去一个得意的小眼神, 爸爸没他翻译的话, 和奶奶的关系又得急剧地下降了, 改天得好好地培训下爸爸, 让他把对妈妈的黏糊嘴甜尽, 用一点在奶奶身上, 别说话硬邦邦的, 导致母子矛盾一不小心恶化了。 霍斯身对张笑笑勾唇一笑, 吴声道, 小宝贝, 你很棒。 他也不想和自己的母亲闹矛盾, 可他们母子就是说不到一块, 聊天的尽头都是夹带火药味, 然后不欢而散。 现在有三小只当调剂品, 他们母子的关系也能缓和缓和, 这是史蕊做不到的。 史蕊的存在, 只会让他们母子矛盾更恶劣, 偏偏他母亲还不愿意承认, 张笑笑摇晃下脑袋, 看起来特别地开心。 奶奶, 这个给你吃。 张旭俊和张旭霄给霍夫人加菜, 霍夫人杨纯一笑, 心情转好, 摸摸他们的头, 真怪。 张寒云看着三小只使劲地哄霍夫人, 就知道他们这么卖力, 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让霍夫人接纳他。 他根本不在乎霍夫人对他的看法, 但却不忍服了孩子的好意。 既然孩子想霍夫人喜欢他, 那他就尝试让霍夫人对他的观感转好吧。 奶奶, 我看你今天有垂肩膀哦, 是肩膀不舒服吗? 等饭吃过半寻, 张笑向奶生问道, 见孙女连这点都关注到, 霍夫人心里暖哄哄的。 他肩膀不舒服, 连霍安顺这个枕边人都没有发现。 想到这, 他有点哀怨地看了霍安顺一眼。 这个丈夫, 说实话当得挺失职的。 霍安顺被这么一看, 有些开窍的脑袋终于知道霍夫人是在埋怨他。 他立刻关心道, 夫人, 你肩膀很疼吗? 我现在就叫人来给你按摩。 说着, 他还真的拿出手机打电话, 这比以前好多了, 霍夫人见状, 脸色好了点, 比年轻时有长进就行。 就怕他会漠不关心地来一句, 肩膀真疼的话, 自己去做个spy按摩。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现在还知道帮打电话叫人。 安顺, 打什么电话, 韩云不是在这吗? 霍老出声提醒, 这个蠢儿子, 如此好的增进婆媳关系的机会都不懂得利用。 难怪要让三个孙儿交, 才知道怎么对老婆好。 啊, 哦, 对, 对, 韩云是医生。 霍安顺放下了手机, 看向张韩云, 韩云, 你能帮我夫人看看吗? 张韩云放下筷子, 看了一眼霍夫人, 霍先生, 您得问霍夫人愿意给我看吗? 看在孩子的面上, 他不介意给霍夫人看, 就怕人家不乐意。 夫人肯定愿意啊, 你们以后可是一家人。 霍安顺理所当然道。 霍夫人有点无语的, 看了霍安顺一眼。 算了, 在外人面前, 他不给傻到落自己丈夫的面子。 他轻壳一声, 有点硬邦邦道, 张医生, 那就麻烦你给我看看了。 看就看吧, 反正他也不会少块肉。 霍安顺笑了, 韩云, 看到了吧, 我就说夫人不会拒绝的。 张韩云只是笑笑。 他现在可以肯定, 霍安顺虽然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生活上却是个不太懂看脸色的。 不过也不奇怪, 毕竟以他的身份, 多的是奉承的人, 看脸色根本不在他的字典里。 霍夫人则是抿了抿嘴, 他对霍安顺本就不该有太大的期望值。 吃完饭, 霍安顺非常积极道, 夫人, 你快给韩云看看身体有没有毛病, 有的话, 我们趁早治疗, 要不然我会担心的。 闻言, 霍夫人看向了他, 嘴角压不住地露出了极浅的笑意。 安顺, 你真的会担心我好不好吗? 夫人, 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会担心你啊。 霍安顺理所当然道, 我们可是要到白头的, 你要有什么事, 谁来陪我过余生。 这话说的, 把霍夫人心里的郁闷瞬间荡然无存。 张医生, 我们是去大厅看, 还是去我卧室? 他主动问张寒云, 尽管面对张寒云还是挺别扭的, 但谁让霍安顺的话这么好听呢? 他看张寒云都顺眼了不少。 大厅吧。 张寒云道, 去卧室的话, 只有他和霍夫人, 他也会别扭的。 霍夫人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 他也怕和张寒云独处一事。 一群人去了大厅, 张寒云给霍夫人诊脉。 韩云, 我夫人身体怎么样了? 有没有毛病? 等他诊完, 霍安顺急问道。 霍夫人看了他一眼, 眼里闪过了一丝的满意。 霍先生别急, 霍夫人只是有点小毛病, 等我为他施针排毒, 再配以中药来调养, 不出一个月, 肩颈的疼痛就能消了。 张寒云道, 霍安顺松了口气, 没什么大毛病就行。 霍夫人则是醋了醋眉, 张医生, 不能吃西药吗? 他有点怕苦, 中药的味道实在是。 不等张寒云回答, 霍安顺就到, 夫人, 别闹小孩子脾气, 良药苦口利于心, 西药虽然效果好, 但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们得听寒云的。 文言, 霍夫人突然生出了 丝丝的无名火, 不过霍安顺接下来的话, 又让他的火烟消云散。 你要是怕苦, 到时候我陪你喝。 霍夫人抬手拢了拢头发, 心里甜滋滋的, 面上还得装作 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 我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可能会怕苦? 他只需要霍安顺的一个态度, 哪里会让他真的陪他吃中药啊? 是要三分毒。 好, 好, 你不怕, 是我理解错了。 霍安顺顺着哄, 还让张涵云快给霍夫人失真。 张涵云看着霍夫人, 霍夫人想了想, 选了诊疗室失真。 这是霍家专门建来给家庭医生看病的。 张笑笑可能是担心张涵云和霍夫人两人独处会尴尬吧? 自告奋勇, 奶奶, 妈妈, 我可以在旁边看吗? 可以, 张涵云轻吐口气, 笑道。 霍夫人同样是放松的, 拉住了张笑笑的手, 宝贝不嫌无聊。 奶奶, 看你和妈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哦。 张笑笑嘴甜道, 霍夫人别哄得心花怒放。 她恋爱地抚摸着张笑笑的头, 宝贝,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乖最懂事的孩子。 哦, 还有旭郡和旭霄。 她想到, 还有张旭郡和张旭霄, 一碗水端频道。 奶奶, 要不是性别不对, 我们也愿意陪着的哦。 张旭霄无害道。 张旭郡虽然没说话, 但表情透露的信息是她也愿意的。 霍夫人摸了摸他们的头, 奶奶知道。 她道, 你们不能跟着去, 就在这陪老爷子他们下棋吧。 张旭郡和张旭霄乖巧点头, 面对长辈, 他们乐意展示听话懂事的一面。 张涵云和霍夫人各牵着张笑笑的手去诊疗室。 私生, 有笑笑他们在, 你母亲要接受韩云指日可待, 你也要加把劲了。 霍老看着张涵云三人离去的背影, 意味深长道, 别你母亲都同意了, 你还没追到人。 霍斯身姿势优雅地双腿交叠, 气场大开, 自信道, 爷爷, 这个您就别担心了, 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张涵云对他是有感觉的, 这个足够他胜券在握。 霍老点了下头, 他转了话题, 叫管家去拿棋盘过来, 打算让梁小枝陪他下棋玩。 诊疗室里, 张涵云让霍夫人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霍夫人虽然有些别扭, 但想到大家同为女人, 不想让张涵云看清了, 所以不带任何迟疑的, 就拖得精光。 奶奶, 你身材真好, 皮肤也好好哦。 张笑向捧场的大夸霍夫人, 是个女人都喜欢被人夸, 尽管有夸大其词的嫌疑。 小宝贝, 你这小嘴怎么能那么甜呢? 霍夫人捏了捏张笑笑的脸, 道, 夸得都甜到他心坎里了, 连笑的次数都是往年的总和。 张笑笑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眸, 无害道, 奶奶, 我每个字都是发自废佛哦。 言外之意就是, 他不是嘴甜, 是霍夫人就是这么的好。 霍夫人更高兴了, 他真的是恨不得把张笑笑捧在手心里。 张涵云看了张笑笑一眼, 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很会哄人, 不过连霍夫人这么难啃的骨板都能拿下, 只能说他们真的很厉害。 作为他们的母亲, 她是予有容焉的。 张笑笑捕捉到张涵云的眼神, 偷偷地对她眨了眨眼, 那小的衣的样子, 特别的可爱。 张涵云笑了笑, 开始给霍夫人施针。 一个小时候, 她把针还拿出了一瓶绿油油的东西, 细心地往霍夫人的后背上摸。 张医生, 你给我涂的是什么? 霍夫人有点好奇地问道, 这涂了, 她全身的筋骨神奇得好像都不酸疼了。 我自制的一种药膏, 涂在身上, 可以修复背纹和颈纹, 还能消除人的酸疼。 张涵云解释, 这要配合湿针, 效果是最好的, 可以马上消除疲劳酸疼。 霍夫人只注意到前一句, 张医生, 余伟纹这些呢? 能修复吗? 她问上了年纪后, 不管用多好的化妆品, 余伟纹还是有了。 霍夫人, 我送您的预计膏就能修复余伟纹, 这膏药只适合用于身上。 张涵云道, 等您用完了, 我再送您新的, 您要是想尝试别的, 我还有玫瑰花糕, 蓝花糕, 牡丹花糕, 它们效果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味道不同而已。 文言, 霍夫人双眸一亮, 是女人, 都会喜欢尝试各种舒服的护肤品。 不过想到初见时对张涵云的态度, 她又有些尴尬别扭了。 张医生, 这会不会太不好意思了? 她倾壳一声, 有些底气不足道。 张涵云哪里会看不出霍夫人心里的那点别扭。 您是晓晓她们的奶奶, 这些东西就当是她们孝敬您的吧。 张涵云落落大方道, 霍夫人听了, 心里对张涵云的观感更好了。 大方, 不计较, 不卑不亢, 完全地颠覆了第一印象。 最主要, 还是有三小只的加分。 笑笑, 给你奶奶拿衣服来。 张涵云起身收东西进医药箱里, 吩咐了张笑笑, 就走到一旁去写药方了。 等写完, 她拿着单子回来。 霍夫人, 我看您似乎挺排斥喝中药的, 所以我在单子里加了几味药, 这样味道就不会太苦, 在您能接受的范围内。 她把单子递给霍夫人, 您罩着上面的拿药, 早晚一顿, 一个月即可。 霍夫人拿过了单子, 心头划过了一抹一流。 她神色有点复杂地, 看了张涵云一眼。 张医生, 我初见对你态度有些不好, 你真的一点都不计较。 如果说之前给她施针, 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那捕捉她怕苦在药材里加新药, 是为了什么? 讨好她。 霍夫人, 作为医生, 我遇到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大多跟你一样, 觉得我年轻医术是不是不够好, 我要是每个都计较的话, 她不能心平气和地在这跟你聊天了。 张涵云淡道, 霍夫人脸色稍缓, 不是在故意讨好她就行。 霍夫人, 你要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出去了。 张涵云可不管她在想什么, 道。 霍夫人压下了心理的想法, 点头, 等会我再带笑笑出去。 好张涵云没有反驳, 而是摸了摸张笑笑的头。 宝贝, 听奶奶的话。 妈妈, 我知道的哦。 张笑笑乖乖道, 张涵云没在说什么, 提着医药相处去。 奶奶, 等你和妈妈相处久了, 你会发现, 她很好很好的哦。 张笑笑双手捧夹地看着正慢条丝里穿衣服的霍夫人, 你们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霍夫人穿衣服的动作一顿, 眼里闪过了一道别样的暗芒, 突然脱口而出。 笑笑, 如果哪天我和你妈妈起了争执, 你会站在哪边? 张笑笑眼珠子转动了好几下, 然后张开双手抱住了霍夫人的腰。 霍夫人愣了下, 抬手摸摸她的头。 笑笑, 怎么了? 还没回答她的话, 怎么就抱住她了? 张笑笑的脸蹭了蹭霍夫人, 才抬起头, 看起来有点委屈可怜。 奶奶, 别和妈妈起冲突争执好不好? 我想你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样我能才开心。 说着, 她的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眼睛一眨, 泪珠就掉了下来, 哽咽道, 你们谁吵架, 我心里都会很害怕, 然后吃不下, 睡不着, 很快就会变瘦, 脸上肉肉都不见了。 听了她的描述, 霍夫人自责不已, 只觉得自己成了大恶魔, 逼迫孩子做不喜欢的选择。 宝, 乖, 不哭啊, 我就是随便地举个例子, 没别的意思。 她抱紧了哭着的张笑笑, 手足无措的安慰, 眼里含泪的张笑笑, 偷偷得意地笑了笑, 她就知道, 以退为进的半可怜, 肯定有用, 这样就不用困难地, 在妈妈和奶奶之间做选择, 还能让奶奶别轻易地去为难妈妈。 一举两得, 她真的是太聪明了。 奶奶, 真的吗? 张笑笑抬起头, 眼里满是泪水, 看起来更可怜了, 你和妈妈不会再吵架。 霍夫人替她擦擦眼泪, 哄, 不吵架, 不吵架, 那勾手手。 张笑笑伸出拇指, 霍夫人跟她勾手指, 听她脆声声道, 拉勾上吊一百年, 不许便。 说完, 张笑笑又紧抱霍夫人的腰, 奶奶, 你和妈妈都要好好的哦。 她又重复了一句, 霍夫人抚摸她的头, 答应下来, 算了, 既然孩子怕她和张涵云起冲突, 那她就克制下脾气吧, 至少别在孩子面前发。 不过说实话, 张涵云其实也没做什么, 完全是她单方面因为实蕊, 而迁怒张涵云。 算来算去, 都是张涵云吃亏了, 现在有了三小只, 她可不能这样了, 要不然孩子看妈妈受罪, 心里也会特别难受的。 为了孩子, 霍夫人难得会自我反省啊, 也算是一种进步。 奶奶, 我们出去吧。 等霍夫人穿好衣服, 张笑笑已经恢复笑业道。 好, 霍夫人抱起了她, 张笑笑亲了她好几口, 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去了大厅, 厅内的人又说了会话, 张涵云起身告辞。 张医生, 这么快就带孩子走了, 霍夫人投个不舍了, 不能让他们在这多待几天吗? 霍夫人, 他们明天要去新学校。 张涵云道, 霍夫人脱口而出, 让他们来上这边的国际小学吧。 张涵云只是看着她, 没说话, 霍夫人也知道, 张涵云和霍思绅还没有在一起, 要是让孩子来这边上学的话, 她就没法天天看到孩子了。 张医生, 我就是随口说说, 孩子上哪所学校, 还是需要你和思绅商量的。 霍夫人难得体贴了一回, 没办法, 答应张笑笑要和张涵云和平共处, 那她就不能那么快地食业而飞。 既然如此, 她就不能过多地插手年轻人的决定, 要不然理论不同, 势必会引起争执, 导致彼此间的关系恶化。 她和霍思绅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张涵云暗暗松了口气, 要是霍夫人坚持己见, 她态度也会随之强硬, 到时候, 两人之间的硝烟肯定是一触即发。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霍思绅拿着车钥匙, 道。 张涵云点了下头, 让三小只个拿着他们的小行李。 曾爷爷, 爷爷, 奶奶, 我周末会来看你们的哦。 临走前, 三小只非常乖巧懂事道。 闻言, 霍夫人脸上的不舍和遗憾, 但去了不少。 她千叮宁万嘱咐三小只别忘了。 奶奶, 我们不会忘的。 三小只一口同声, 因为我们也会想你们啊。 霍夫人奄然浅笑, 看着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柔情。 她把孩子送到门口, 恋恋不舍地目送他们离开。 华琳, 你改变了不少。 站在另一侧的霍老, 侧眸看了霍夫人一眼, 由衷道。 面对长辈, 霍夫人一直都是端庄持重的, 所以, 她脸去了眼里的不舍。 爸, 您别取笑我了, 有孩子在, 我哪敢摆眼脸。 她善善解释, 可我更喜欢你柔和点的样子, 让人感到亲近。 霍老直白道, 你多笑笑, 安顺会更乐意跟你分享有趣的事。 会吗? 霍夫人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霍安顺。 霍安顺不置可否, 见状, 霍夫人若有所思。 难道真的是她太严格刻板了, 才把丈夫和儿子推得越来越远? 霍夫人这边陷入深思。 另一边车上, 霍斯身开车, 三小只则围着张涵云坐。 妈妈, 奶奶今天问我, 如果她跟你起争执, 我会选择谁? 你猜我怎么回答的? 张笑笑双目亮晶晶地看着张涵云, 卖关子地问道。 张涵云捏了捏她的耳垂, 你怎么说? 我当时就直接哭鼻子。 张笑笑活龙活现地表演了当时的场景, 邀功, 妈妈, 我聪明吧, 奶奶以后就不会故意为难你了。 文言, 张涵云却有点犯酸。 傻孩子, 妈妈根本不需要你这样,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 她哭笑不得道, 孩子才六岁, 怎么能夹在大人间动心研子呢? 妈妈, 可我愿意为你如此啊。 张笑笑一脸的理所当然, 你这么好, 就应该被所有人喜欢, 奶奶对你有成见, 那是对你还不够了解, 那我就努力地让她了解。 妈妈, 还有我们, 张旭俊和张旭肖富贺, 有他们三兄妹在, 铁杵都能磨成针, 更何况是功课外冷内热的奶奶。 张涵云嘴角微扬, 摸摸他们三的头, 乖, 宝贝, 你们很棒。 开车的霍思绅, 从后视镜看了三小只一眼, 夸, 不管多大, 都要无条件地站在你们妈妈身边, 知道吗? 是张涵云独自一人把他们养那么大的, 理应要得到他们无条件的爱护。 爸爸, 我们知道的。 三小只一口同声道, 霍思绅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车开到了小区。 爸爸, 你今晚睡在这里好不好? 等下了车, 张笑笑勾住霍思绅的手, 奶甜邀请, 我们明天要去新的学校, 想你和妈妈一块去。 霍思绅看向了张涵云, 为意思不言而喻, 再问他答不答应他住下来。 张涵云目光微瞥, 避开了他深邃的目光, 上面还有空房间, 你爱住就住。 他有些不自然道, 霍思绅嘴角的笑意加深, 这是默许他登堂入室了呀。 张笑笑对他挤眉弄眼, 无声道, 爸爸加油哦, 争取早点住进妈妈的房间里。 霍思绅摸了摸他的头, 同样无声, 好, 两大三小回了公寓, 张涵云静自地去了房间, 等出来时, 手上多了一套男士居家服, 你今天就换这个水。 他把衣服扔给霍思绅, 道, 霍思绅垂眸看了一眼衣服, 眸光变得越发幽暗。 他抿了抿嘴唇, 涵云, 你房间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 霍思绅, 收起你脑子里的垃圾废料, 别给我乱想。 张涵云看他这样, 就知道他乱想了, 有些不自然道, 我是应孩子的要求, 照你的体型背的。 文言, 霍思绅脸色阴转情, 眼神温柔浅犬地锁在了他的身上。 给我准备的呀。 他意味深长道, 韩云, 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睡在这了? 张韩云的回答是, 直接甩给他一个后脑勺, 朝楼上走去。 爸爸, 妈妈害羞喽。 张笑笑道, 嗯, 是害羞了, 耳朵都红了。 霍思绅看着张韩云, 悄然爬上红韵的耳朵, 笑得越发唇厚。 张韩云自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差点左脚半右脚摔了。 他眼疾手快地抓住了扶梯, 转头, 笑笑, 不许乱说, 我没有害羞。 好的, 妈妈, 我不会告诉外人, 你害羞了的。 张笑笑, 一脸无害地附和。 张韩云暗自磨了磨牙, 傲娇地轻哼了哼, 转移了话题, 我要去书房忙工作了, 你们没什么事的话, 就早点睡, 知道吗? 三小指乖巧点头, 张韩云这才上楼去书房。 这一忙, 就到了凌晨三点, 他抬手揉了揉酸胀的鼻尖, 正要张开双手伸个懒腰, 就看到霍思绅端着吃的从厨房里出来。 你怎么还没睡? 他动作一顿, 目光扫过了霍思绅身上的居家符, 觉得和他意外地合, 随口问道, 霍思绅举了举手上的端盘, 我也忙到刚刚, 怕你会饿, 就去厨房给我们弄了两碗面。 闻言, 鼻尖又恰巧地钻入了一股面香味, 他肚子非常配合地响起了咕噜声, 脸上顿时有点红。 同时, 心里也划过了一道四十星际的异样。 以前他忙到半夜三更饿的话, 除了偶尔三小只给他弄吃的话, 他几乎是点外卖, 或者是吃泡面。 这还是头次, 有男人为他大半夜弄吃的。 凌晨本来就是人心里防备最薄弱的时候, 霍思绅此举, 直接钻入了他的心扉里, 心跳漏跳了好几拍。 韩云, 快下来呀, 傻站在上面做什么? 霍思绅出声道。 张韩云回过神, 迅速地脸去了内心的激动。 他下楼, 跟去了餐厅。 霍思绅把筷子递给了张韩云。 吃吧, 他笑道。 张韩云看了眼碗里的面, 料非常的足, 而且汤特别的浓郁, 一看就不是半个小时内能做出来的。 这排骨浓汤, 你熬了多久? 他抿了下嘴唇, 抬眸问霍思绅。 他虽然不懂做饭, 但该有的尝试还是有的, 自然知道这排骨高汤想好吃, 最好要熬上两三个小时。 这汤看起来这么浓郁, 熬的时间肯定不会短的。 差不多三个小时吧。 霍思绅随意道, 一边忙, 一边忙,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话落, 张韩云的心就像是被什么烫了下。 他张了张口, 可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埋头吃面, 可能是心境的变化, 他觉得今天的面特别的好吃, 心也被预贴得暖红红。 他不得不承认, 霍思绅真的是高级捕猎者, 用润物系无声的方式, 把他包裹其中, 彻底地挣脱不开。 怎么了? 不好吃。 霍思绅的嗓音, 拉回了张韩云的思绪。 他抬眸, 有些不解, 什么? 你不发一语地闷头吃, 是面不合口味? 霍思绅指了指张韩云面前的面, 道, 他今天似乎真的过分地安静。 没有, 很好吃。 张韩云摇头道, 顿了顿, 他看着霍思绅, 霍思绅, 你以后都这么贴心的话, 我或许真的会离不开你。 这些年他追求者众多, 可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如霍思绅这么的用心。 他似乎看出他很喜欢家的味道, 所以放下高高在上的身份, 为他洗手做羹汤。 留住一个人的心, 得留住他的胃, 是有一定道理的。 霍思绅深邃得眼眸一亮。 不过是煮一碗面,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他嘴上如此说, 张韩云新鲜嘴角, 可不是谁, 都愿意熬几个小时的浓汤来煮面地。 尤其是霍思绅这样日理万机的男人, 更愿意叫助理送来吃的, 而不是自己动手。 这在事业狂言里,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的行为。 霍思绅看着他, 只要够爱, 是愿意做的。 言外之意就是, 他把张韩云放在心底了。 张韩云的心跳, 又没出息地漏跳鸡拍。 快吃你的吧, 说那么肉麻兮兮地做什么。 他傲娇地对了一句, 然后埋头吃东西。 霍思绅没说什么, 只是目光深邃地锁着他, 这眼神, 都快划为实质性地落在他身上。 张韩云只觉得心脏跳得更快了。 等吃完, 霍思绅突然伸过来手, 吓得心律乱跳的张韩云, 进入实际戒备。 霍思绅, 你干什么? 不怪他, 实在是霍思绅在聊的话, 他担心脸会爆红的。 到时候, 他心里又该得意万分了。 霍思绅滴滴地笑了。 他没说话, 只是帮他把嘴角边的面粒擦了。 张韩云看着他指腹间的东西, 抽了抽嘴角, 耳根子变得有点红。 他知道自己反应有点大了, 不准笑。 他瞪了眼还在笑的霍思绅, 有些羞脑道。 霍思绅含笑看他, 韩云, 有没有人说过, 你一惊一乍的样子, 特别的可爱。 张韩云瞪了他一眼, 没撑住, 也笑了。 韩云, 你刚那么大的反应, 是不是怕抵抗不了我的触碰, 不可控制地爱上我? 半晌后, 霍思绅脸去笑意, 直白问道。 张韩云撇撇嘴, 霍思绅, 少往自己的脸上贴巾。 好, 都听你的。 霍思绅顺着道, 如果他重新的笑没有那么欠扁, 就好了。 张韩云起身要拿碗去洗, 被霍思绅拦住了。 快去睡吧, 我来洗。 霍思绅道。 张韩云又不过他, 只好随他去洗, 不过自己是已在门边看的。 不得不说好看的人, 洗个碗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 他盯着霍思绅的侧颜, 都有点看吃了。 霍思绅突然转头, 对他露齿一笑。 韩云, 我是不是很好看? 他问, 那落在他身上的灼热目光 都快滑为实质性的了, 他要是再不出声的话, 身体怕会变得蠢蠢欲动。 深更半夜, 孤男寡女, 真的很容易就做出不可控的事。 张韩云傲娇得轻哼一声, 转身走人。 霍思绅吐了口气, 低头看了眼下面。 还好, 在可控的范围内, 要不然被张韩云看到, 又得骂他流氓了。 想到上次被他骂的画面, 他忍不住嘀嘀的笑出声。 张韩云对他越来越不设访, 他在努力努力, 就能让他松口跟他在一起了。 第二天, 三小只穿上了笑服。 爸爸, 我的笑裙好不好看? 张笑笑提着裙摆, 优雅地转了转圈, 笑嘻嘻道。 霍思绅看着他有些短的裙子, 皱了皱眉。 宝贝, 这裙子有点短, 我们先去换别的, 等我跟校方说换成到膝盖的再穿, 好不好? 他半蹲下, 跟张笑笑商量。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穿这么短的裙子呢? 尽管这裙子很好看。 张笑笑低头看了眼裙子, 一头雾水。 爸爸, 短吗? 现在女生的笑裙, 不都是这样的吗? 短或私生坚持己见, 你先去换爸爸给你准备的裙子。 张笑笑无法, 只好先去换裙子了。 旭俊, 旭霄, 在学校看好妹妹, 别让别有恶意的男孩子偷掀她的裙子了。 等她上楼后, 霍思绅跟所有老父亲一样, 生怕闺女在学校吃亏, 对两儿子千叮宁万嘱咐。 之前还没觉得有什么, 可真正的放手让孩子去上学, 她担心静就上来了。 男孩子摸爬打滚的没什么, 可女孩子, 虽然张笑笑很聪明可爱, 但她就是怕她一不小心吃亏了。 爸爸, 你放心, 我们会保护好妹妹的。 两兄弟保证, 可霍思绅的眉头还是皱得很深。 张寒云签的换了新裙子的张笑笑下来, 就看到她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她无声地询问张旭俊和张旭肖两兄弟, 她这是怎么了? 两兄弟无声地告诉张寒云, 霍思绅是在担心张笑笑到了学校会吃亏。 张寒云隐隐地抽了抽嘴角, 不是她说大话, 她三个孩子是聪明的, 而且身上带了她研究的各种药, 想让他们吃点亏, 估计是不容易的。 除非谋算他们的人, 有着逆天的智商。 走吧! 她开口。 霍思绅听到张寒云的声音, 眉头顿时舒展, 走过去接过了她手上的书包。 一家五口离开了公寓。 坐上车, 霍思绅就打电话, 安排更多的保镖暗中保护三小只, 确保他们在外面没被人欺负。 不过也叮嘱, 他们要是能应付的是, 保镖不用出面, 省得学校的小朋友, 碍于霍家的势力, 不敢跟孩子交朋友。 宝贝, 不介意爸爸多派些人保护你们吧。 挂了电话, 霍思绅问, 爸爸, 如果我们介意的话, 你会让保镖叔叔撤回去吗? 张笑笑晃着小脚鸭子, 不打反问, 霍思绅沉吟了片刻, 宝贝, 怕是不行。 你们的身份, 迟早会被圈子里的人知道, 到时候会有不少别有用心的人, 想通过你们接近霍家。 所以, 他解释, 张笑笑眉心眉肺地笑道, 爸爸, 那不就得了, 你还问我们做什么? 问你们, 是为了显示尊重你们, 答不答应, 在我。 霍思绅道, 张笑笑点了点头, 他奶甜道, 爸爸, 好幸福能有你这么在乎我们。 霍思绅勾了勾唇脚, 他们不觉得他插手的太多就好。 坐好了, 我要开车了。 霍思绅道, 后座的一大三小坐好。 等车开走, 一辆比较低调的大众从另一个方向出来, 车里的张寒义看着渐开渐远的车, 道, 妈, 我们要跟上去吗? 不跟上去, 怎么见到三个剑种? 周连连瞪了张寒义一眼, 有点美好气道。 他们母女这几天都在司机的想接近三小只, 结果他们住进了货家, 导致他们想打探消息的机会都没有, 好不容易才等来他们要去上学,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能丢掉? 可开车的是货爷呀? 张寒义愁不已, 起码有十来辆的车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 要是被他们察觉到, 他们母女怕是会, 叫你跟, 你就跟, 废话那么多, 做什么? 周连连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你要怕被发现, 不知道离得远点, 磨磨叽叽的, 能成什么大事? 张寒义被骂得缩了缩脖子, 然后缓缓地开启车, 结果这车速, 开快点啊, 你这归宿, 是打算去追蜗牛的吗? 周连连怒吼, 张寒义这才加快了点速度, 不过还是东南般的反抗, 妈, 我们不是知道那三件种的学校吗? 我们迟点过去也行的, 你难道不知道, 那学校是学生全部进去, 就算你拖再多的关系, 都进不去的吗? 周连连瞪了他一眼, 你父亲的怒火已经冰于临界点了, 你再不抓紧时间, 他打死你, 别怪我不护着, 要不是还念他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以为他想跟着来讨好三个健种啊, 简直是跌缓的事, 张寒义想到张世海这几天铁青的脸, 身体抖得更厉害, 这下车速也挺快了不少, 到了学校, 很多家长都在排队送孩子, 妈, 我们怎么进去? 张寒义看了眼入口, 问, 等着, 接我们的人很快就来, 周连连拧谋道, 这是他拖了不少关系, 才让里面的董事同意让他进去, 要不然, 这所封闭式的国际小学, 不是家长是很难进到里面的, 张寒义点点头, 不过等了一会儿, 周连连拖关系联系的校董并没有出现, 而是打来了电话, 张夫人, 霍爷来学校了, 我现在不方便出去见你, 你可能要再稍等片刻了, 笑董道, 周连连猛地握紧了手机, 声音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柔和, 好的, 方董, 贵客要紧, 等挂了电话, 他气得把手机扔在了车座上, 他嫁入张家, 自诩已经跨越阶层地成了上流贵妇, 可和霍斯申比起来, 他屁都不是, 脱了各种关系, 才能让人同意带他进去, 而霍斯申不过一句话, 整个学校的领导都要为他敞开大门, 还要小心翼翼地问, 学校哪点做得不够好, 这就是豪门和底蕴世家的差距, 妈, 怎么了, 我们进不去了吗? 张寒义看了他一眼, 小心翼翼地问道, 周连连怒瞪了他一眼, 闭言假媚, 被张世海无辜发火施压, 搞得他压力很大, 而萧四那边给他发信息说, 萧夫人对他们的关系起了疑心, 让他最近少联系他, 他暂时可以称为是孤立无援, 不过, 这也让他更看清了男人本性, 没事时, 搂着他叫心肝宝贝甜蜜匠, 真有事了, 一个个变脸比谁都快, 张世海如此, 萧四也如此, 没一个靠得上, 等他处理了张世海, 他非要想办法闹得萧四婚姻不稳, 没道理, 他没了丈夫, 萧四还能享受夫妻和睦, 父慈自孝的待遇, 要乱, 大家一起乱, 张寒义看周连连闭眼, 他眼里不由地冒出了火光和怨队, 双手紧紧地抓着方向盘, 可又不敢对周连连怎么样, 他只能自己干着急了, 哄不好三小只, 他只能全方面地承受, 张世海爆发性地怒火了, 想到这, 他身体又忍不住地抖了抖, 现在怕张世海怕得要命, 哪里还有以前父子女校的温馨啊, 他透过窗户, 死死地盯着校门口, 暗暗祈祷着霍思绅能早点出来, 可偏偏此刻的霍思绅, 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把学校逛了一圈, 还给领导提了建议, 让他们把容易摔倒的地方都铲平, 总之一句话, 他要把对三小只的危险都扼杀在摇篮之中, 跟在旁边的张寒云, 忍不住抬手扶了扶额, 他和霍思绅的身份好像对话了一样, 他觉得只要学校环境不错, 教学质量过硬, 老师负责, 其他的鸡毛蒜皮都可以忽略不计, 而霍思绅却对这些斤斤计较, 不过也能理解, 这是他在乎孩子的一种表现, 而跟着的领导, 都是小心地附和, 没人敢拒绝的, 思绅, 我十点还要去研究所, 张寒云看了眼手表, 开了口, 原本还想挑毛病的霍思绅, 顿住画风, 看向张寒云, 要去给他治病, 霍思绅问, 张寒云一下子就读懂了他口中的, 他, 指的是欧阳明月, 嗯, 他点头, 研究所规矩, 只要出得起前, 我们就要尽心医治, 文言, 或私生不治可否, 算了, 张寒云竟然许诺了, 他不能小气地把人赶出去, 等会我跟你一块过去, 他只好道, 张寒云没有拒绝, 张小姐还是医生吗? 校领导问, 不等张寒云回答, 就听霍思绅量量道, 张董, 我女人从事什么行业, 也是你能问的, 妙手云依依也是霍家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才找到的, 凭什么便宜了其他人, 而且他也不想张寒云那么的累, 霍爷,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随口一问, 校领导吓了一跳, 小心地陪不试, 霍思绅轻哼一声, 没说什么, 你们暗中派人多关注点我的孩子, 不过没什么事少去他们面前打扰, 知道吗? 他把话题绕到孩子身上, 校领导描懂, 这是不想孩子的生活被打扰, 但又不放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霍爷, 你放心, 我们会暗中照顾好小少爷和小小姐的, 他们恭敬回答, 在他们面前, 该如何就如何, 别这么小心翼翼, 霍思绅道, 要不然你们不觉得别扭, 他们都得尴尬, 校领导连练称是, 他们可不敢说霍思绅太难伺候, 身份高的人, 本来就这样归毛, 霍思绅又叮嘱了几句, 一眼神询问张寒云, 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寒云轻摇了摇头, 当初选学校的时候, 他已经让苏之灵多方便地了解过了, 而且, 还以妙手云衣的身份, 根据过命的老校长, 要了两个入学名额, 这才那么容易地进了这里, 要不然, 以这学校的责任标准, 他远在外面, 孩子想进, 怕是不太容易, 霍思绅摆了摆手, 你们都去忙吧, 霍爷, 你这是要离开, 还是想和张小姐在逛逛? 张董客气地问, 离开, 话音一落, 霍思绅就带着张寒云走了, 独留一群校领导面面相觑, 他们不敢追上去送人, 这可是高高在上的霍爷啊, 没有他的允许, 没人敢为被命令的, 驱车离开了学校, 张寒云单手支着脑袋, 我一直以为你奉行的是低调形式, 他看着霍思绅, 道, 原则上是这样, 霍思绅没有否认, 不过你和孩子是例外, 言外之意就是, 他能为了他们变得高调形式, 甚至还会以全压人, 只为了他们能过得舒心安全, 张寒云听后, 心里涌入了一股异样的暖流, 他相信霍思绅说的是真的, 今天的入学, 就是最好的证明, 换成别人, 霍思绅绝对不会弄得全校的领导都来陪同, 思绅, 谢谢你当了合格的父亲, 没让花费大心思找你的三个孩子失望, 他的话在喉咙间滚动了好几下, 最后变成了认真的感谢, 也是因为孩子满意霍思绅, 他才对他那么的不设防, 这么多年, 孩子是他唯一的软肋, 谁真心对他们好, 他是看在眼里, 放在心里的, 霍思绅策谋看了他一眼, 韩芸, 这次最后一次, 以后别为了孩子跟我道谢, 顿了顿, 他又道, 缺席陪他们六年, 我心里本来就愧疚了, 现在只是兴师动众的教校领导对他们好点, 根本够不上好父亲的标准, 你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缺席很正常, 张韩芸道, 连他都没有想过去查三小只的父亲, 更别说霍思绅这样高高在上的身份了,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很正常, 霍思绅微抿了下嘴唇, 伸手去握住张韩芸的手, 张韩芸只是一死地挣扎了下, 然后就任他握着了, 这是默认的意思啊, 霍思绅看着他们向握的手, 唇角的笑意加深, 韩芸, 你默许了我亲你, 与你食指相扣, 打算什么时候才松口给我个名分? 他趁势问道, 大好的氛围, 他要是还不懂得为自己要名分, 那就是傻子了, 张韩芸这次倒是没有排斥这个话题, 他眉眼带勾地看着霍思绅, 浅笑道,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霍思绅何其地聪明, 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话外之意, 他再努力努力, 就能抱得美人归了, 韩芸,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半路言而无信地被人勾走了, 他道, 张韩芸转头直视前面, 意味深长, 思绅, 我要这么容易就被勾走的话, 就轮不到你在这缠我了, 闻言, 霍思绅嘴角笑意更深, 他心里没被其他人禁住过就行, 至于萧锦那个渣子, 不做数, 有他在, 萧家的气数要到头了, 直到研究所, 两人相握的手都没有松开过, 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吧, 张韩芸解开安全带, 道, 霍思绅有点眷恋不舍地松开他的手, 不过指负还是不忘地, 在他手心勾了勾, 张韩芸只觉得, 一股细细的电流, 顺着手心的血液流至四肢八海, 有点酥麻难养, 他轻咳一声, 快速地开门下车, 霍思绅眼里藏笑, 满意下车, 正要绕过去找张韩芸, 就听一道挺好听的男声响起, 张医生, 他下意识地寻声看去, 入目的是一张俊美到雌雄难辨的脸, 而且这身形气质, 跟他昨天看到的背影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此时此刻, 他确定这男人就是张韩芸随手就下的路人, 昨天他从背影就猜出这人肯定长得不差, 等正面见到, 才知道他预期的标准低了, 这人的外貌是唯一能跟他相抗衡的, 而且美帝丝毫不女气, 不会让人觉得娘娘腔, 他微皱了众媒, 已经决定要好好地彻查这人, 突然地被张韩芸所救, 要么真的是意外, 要么就是, 别有用意, 前者的话, 他不会说什么, 但要是后者的话, 霍思绅眼里的冷意闪过, 他绝不允许有人别有用心地接近张韩芸, 这位是, 欧阳明月走到张韩芸面前, 好似才注意到了霍思绅, 问道, 不等张韩芸回答, 霍思绅就走到他身侧, 占有性地搂住他的腰, 宣示主权, 他男人, 哦, 欧阳明月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 你们看起来很配, 霍思绅没说话, 只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 半晌后, 确定他说的是真心话, 哼, 算他实相, 霍思绅在心里如此道, 张医生,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欧阳明月看着张韩芸, 客气道, 张韩芸轻点下头, 三人一块进去, 苏之灵从电梯里出来, 入墓地就是这样的画面, 他们三都是极为出色的外貌, 走在一块给人视觉的享受, 如果霍思绅不是占有性地搂着张韩芸的腰, 相信苏之灵会看得更久点, 欧阳明月其实很早就来了, 也跟他商量好了酬金, 见张韩芸还没来, 就说要到门口等着, 要不是知道他和张韩芸昨天才见, 苏之灵都想言语他, 是不是来追人的, 可看他讲到张韩芸时, 客气又疏离的口吻, 又不像是追求人的, 霍爷, 跟你借下韩芸, 苏之灵看着霍思绅, 客气地要人, 霍思绅松开了张韩芸, 苏之灵把人拉到了一旁去, 韩芸, 怎么回事, 你和霍爷在一起了, 苏之灵一脸八卦地问道, 张韩芸摇摇头, 还在考验中, 韩芸, 你确定, 苏之灵对他挤眉弄眼, 都光明正大的, 让人搂腰了呀, 这换成别的男人敢如此, 他敢断定张韩芸能把人的腿给打断了, 张韩芸倾咳一声, 目光四瞟了下, 有点不自在, 其实快了, 只不过傲娇劲, 让他不想那么快地答应霍思深, 闻言, 苏之灵眼里的八卦燃烧得更浓烈了, 韩芸, 快说说, 霍爷做了什么让你那么快就松动了, 他太了解张韩芸了, 肯定是霍思深做了什么, 才撬开了张韩芸那紧闭不松的心扉, 张韩芸往霍思的方向看了一眼, 简单地说了昨晚的事, 就这, 苏之灵没想到一碗面, 就把张韩芸的心扉给撬开了, 韩芸, 你太好满足了吧, 张韩芸笑笑, 知灵, 我们这样身份的, 物质地位这些根本不缺, 就缺个知冷知热的, 而且, 他画风顿了顿, 才诱到, 他那样高高在上的人, 能愿意为我洗手做羹汤, 更显得难能可贵, 像霍思深这样身份的, 根本就不会下厨, 他们想吃什么, 会有顶级大厨端上来, 不满意立马撤下去, 根本不知道心疼为何物, 苏之灵想了想, 好像是这个道理, 韩芸, 既然敞开心扉了, 就快点答应霍爷吧, 别老掉人胃口了, 小心掉的时间久了, 把人给掉走了, 他催道, 他那样优质的男人, 就算最后分了, 你也不吃亏, 顿了下, 他又道, 至于孩子, 相信以他们的聪明, 能让你们分胎后, 还能像朋友一样处着的, 霍思深的人品, 应该不会分胎后, 就跟张韩芸抢孩子的, 张韩芸这次没拒绝, 看来是真的考虑结束 对霍思深的考验了, 苏之灵搂住了他的肩膀, 笑嘻嘻道, 韩芸, 这才对, 我就等吃你和霍爷的喜酒了, 张韩芸笑笑, 放心, 我还想收你的红包, 不过话落, 他就收起了笑, 如果有婚礼的话, 我想再收拾张霄两家后再办, 就当是送给他婚礼的一份大礼, 苏之灵眼珠子转了转, 不错的提议, 他得跟霍爷提提, 让他趁早助力张韩芸 把那隔应人的两家收拾了, 两人低估完, 就回到了霍思深那边, 等下班, 我给你答案, 张韩芸以全底唇倾咳一声, 道, 霍思深幽深的按谋, 顿时就亮了, 他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 是你的功劳? 他看向了苏之灵, 无声询问, 苏之灵其实也没有料到, 张韩芸的速度会这么快, 他还以为他会再坚持一段时间才给答案的, 没想到会如此的苏战苏绝, 不过联想了张韩芸的性子, 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霍爷, 不管算不算我的功劳, 都希望你能好好带韩芸, 要不然我投个不会放过你的。 苏之灵无声回复, 霍思深回忆肯定, 他决定等和张韩芸确定关系后, 给研究所和苏氏集团各投资一大笔钱, 就当是报答苏家对张韩芸的照顾。 一旁的欧阳明月, 看着这边的眼神交流, 目光微微地闪了闪。 之前命人调查时, 得到的回复是, 两人关系还处在暧昧期,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在一起了。 看来他得调整策划, 以另一种方式追求张韩芸了。 只不过, 暂时还没有比较完美的攻略, 只能先静观其变。 张医生, 可以给我治疗了吗? 他倾咳一声, 道, 这段时间为了寻人治病, 我积累了大量的工作还没完成, 想早点恢复处理。 文言, 张韩芸脸去了对霍思深该有的小女人心态, 秒辨公事公办。 知灵, 带欧阳先生去消毒换衣服。 他吩咐苏之灵, 苏之灵点点头, 请欧阳明月跟他走。 欧阳明月听话的跟上, 张韩芸看向霍思深, 我要去忙了, 你要不要先回霍氏集团忙? 好, 霍思深坚持留下来, 他也有很多工作要忙的, 最关键是, 回了公司好彻查欧阳明月的身份。 晚上我来接你。 他道, 张韩芸轻硬了个, 嗯, 自, 既然已经决定结束对他的考验, 那就不会扭扭捏捏的。 诚如苏之灵说的那样, 霍思深太优秀了, 要是不抓紧的话, 等他追腻了, 或许就撤了。 大家都是大忙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满你追我赶的感情游戏。 可能是难得看他这么乖的样子吧, 霍思深忍不住抬手勾下了他的一缕秀发, 在手指上缠绕了几圈, 然后低头去闻。 真香, 他抬眸凝望着张韩芸, 眼底晕着骇浪的浴火, 而且不加掩饰地展露在他的眼前。 韩芸, 我期待早日能跟你用同样的洗发水。 这暗示, 就差明晃晃地写在脸上了。 张韩芸目光微撇, 耳根却悄然地爬上了丝丝的红韵。 他装傻, 喜欢我的洗发水, 改天我送几瓶给你。 说完, 他转身走人, 那屡秀发也从霍思深的手上滑落, 似乎还带走了那淡气好闻的香气。 霍思深注视着他的背影, 滴滴地笑了。 等到晚上, 他就答应当他的女人了。 真好。 他现在就可以好好地策划策划, 要什么样的求婚方式才能打动张韩芸。 没办法, 孩子都有三了, 他还是个未婚的, 得趁早地有个名分了。 等他离开研究所时, 脚步都是轻快的。 手术室里, 欧阳明月已经患上了无菌病符躺在上面。 过分好看的黑眸, 看着换上医生服的张韩芸。 张医生, 我的毒, 需要动手术吗? 他胡一问道。 张韩芸道, 嗯, 要动个小手术。 除了这句, 他并没有过多地解释什么。 开始吧。 他给助理道。 助理给欧阳明月注射了麻醉, 他很快陷入了昏迷状态。 张韩芸有条不紊地进行轻毒手术, 顺便提取了毒液做研究。 三个小时后, 手术结束。 把他推到病房, 等他醒了, 跟他说注意事项, 每日按时为他吃药。 张韩芸吩咐助理, 至于常规的检查工作, 他会每天都给欧阳明月做检查的。 既然选择来研究所治疗, 那他会让他体会到 宾治如归的感觉。 助理一一地应下, 张韩芸转身离开了手术室。 刚出去还没有脱下口罩, 就听苏之灵的声音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杨子轩,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闲啊? 要是, 麻烦你去找点事做, 别一天到晚的缠着我, 成吗? 张韩芸寻声看去, 就见苏之灵 一脸无语烦躁地 瞪着寸步不离的杨子轩。 这臭男人也不知道抽什么疯, 自从昨天说要追求他之后, 就一直像个跟屁虫一样的粘着他, 搞得他烦不胜烦了。 之灵,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追你, 这可是头等大事, 所以不嫌。 杨子轩看着苏之灵, 难得一脸认真地说道。 苏之灵抱了一句粗口, 直接一记扫堂腿过去, 然后非常精准地 落在了杨子轩的小腿上, 苏之灵愣了愣, 脱口而出, 你干嘛不躲啊? 杨子轩乐了, 我躲了, 你怎么出气? 苏之灵噎了噎, 然后不客气地翻了个小白眼, 打不走, 骂不走, 他只能走为上策, 杨子轩又寸步不离地跟着了。 韩云, 快替我打发他走, 我都快地被他烦死了。 苏之灵见到张韩云, 就好像溺水的人 遇到了漂浮而过的木块, 樊声道, 张韩云看向了杨子轩。 嫂子, 杨子轩含笑打招呼, 杨绍这样缠着之灵, 不怕把他吓走了。 张韩云挑挑眉, 质问, 杨子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重申, 嫂子, 不都让你直接叫我名字吗? 杨绍杨绍的, 叫多生分啊? 好, 张韩云从善如流地改口, 杨子轩这才满意了。 嫂子, 你也看到了, 支灵对我有诸多的误会, 我要是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追他, 他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对我有想法的。 他解释, 所以我只能死缠, 让他早点适应我。 像苏支灵这样野性的女子, 就得多在他面前刷存在感, 要不然, 转眼就能把他抛在后脑勺。 所以, 他用了猎女怕蝉狼这招。 他对她误解身, 那他就用行动来证明, 让她知道, 他是真的很可靠。 韩云, 别听他的歪理, 快点把他请出去。 苏支灵美好气道, 张韩云转头看了他一眼, 好笑提醒, 支灵, 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保安请他出去? 或者一开始, 就让保安拦着他不进来。 闻言, 苏支灵恍然醒悟, 他抬手拍了拍脑袋, 对呀,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杨子轩, 都怪你干扰了我, 害我都忘了, 叫保安赶你了。 半晌, 他怪到了杨子轩身上。 张韩云却在心里好笑, 怕是苏支灵没想真的把人赶走, 所以才特意地把这是给忘了吧。 看来, 他也没嘴上的那么讨厌杨子轩啊。 或者, 等杨子轩认真的追后, 能打开苏支灵的心扉, 也说不定。 而关于杨子轩的风品, 他其实有问过霍思深, 得到的答案是, 他很干净, 那些乱七八糟的绯闻, 都是他故意弄出来的烟雾弹。 至于原因, 等以后杨子轩亲自告诉苏支灵吧。 张韩云是信得过霍思深的, 所以相信杨子轩人品过得去。 苏支灵直接叫来保安, 指着杨子轩。 刘队长, 以后不准让这人进来了。 他下达了命令, 保安队长看了杨子轩一眼, 有些狐疑, 苏总, 杨绍不是你的朋友吗? 鬼才跟他是朋友。 苏支灵撇嘴, 总之你现在请他出去, 以后别让他进研究所了。 是, 保安队长只当苏支灵, 是在和杨子轩闹矛盾。 杨绍, 请。 他客气地对杨子轩道, 杨子轩倒是不为南保安队长, 而是笑对苏支灵道, 支灵, 我在外面等你。 说完, 他跟保安队长走人, 苏支灵对着他的背影轻哼一声, 谁稀罕他等啊? 支灵, 看来你对他也没有想象中的讨厌啊。 张韩云言语了一句, 苏支灵抖了抖肩膀, 死不承认。 韩云, 你别胡说, 又不是不知道我对这种花花公子最无感了。 我不信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你看不出来他并没有传说中的好色。 张韩云笑道, 文言, 苏支灵目光闪了闪, 但还是道, 那又怎么样? 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我们面前故意伪装的。 张韩云没有辩解, 反正一个人是好是坏, 是通过相处才能看得出来的。 真是伪装, 只要认真地观察, 总能查到蛛丝马迹。 要是连他的变化都看不出来, 要么真蠢, 要么再自欺欺人。 算了, 不说他了。 苏支灵挥挥手, 转移了话题, 欧阳明月的毒权清了眉。 他中的毒挺难解, 一时半会好不了, 接下来还得继续施针配药。 张韩云道, 暂顾两个月能痊愈。 这是最长的估计, 欧阳明月体质好的话, 有可能半个月就能好。 苏支灵点点头, 他眼珠子一转, 玩味的视线落在了张韩云的身上。 韩云, 你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在街上救了这么优质的男人, 这会不会是他故意接近追求你的伎俩? 他问, 这几年来, 张韩云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胎换骨, 变得越来越优秀, 随之而来的是各样优秀的追求者。 他们为了追张韩云, 各种方法层出不穷, 装病半晕倒那是常有的事, 所以他才把欧阳明月的中毒晕倒联想到上面。 张韩云点了点他的额头, 哭笑不得, 支灵, 收起你的脑洞, 我不是万人迷。 韩云, 那是你以为的,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万人迷。 苏之灵笑嘻嘻的,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比你还艳光四射的。 要张韩云有心养鱼的, 不知道有多少鱼甘愿上钩, 而且还会乖乖地认他玩, 就算腻了被抛弃, 他们都只会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而非是他扎。 这话绝对不是大话, 而是张韩云就有这种魅力。 张韩云只是笑笑, 没接话, 他说是专门来云城找妙手云医这点挺可疑的, 我打算好好地查查他。 半晌, 张韩云主动提了这件事, 苏之灵脸去笑意, 默契道, 韩云, 你主动给他名片, 让他来研究所治疗, 也有这个原因吧。 把人放走的话, 那就没法细查了, 与其让人躲在暗处, 还不如放到眼皮底下调查。 张韩云不置可否, 他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想法, 苏之灵搂住他的肩, 那我帮你调查。 好, 张韩云没有拒绝, 他和苏之灵这些年的相处, 就是如此的, 一方有事, 另一方就会无条件地帮助。 两人与其说是好朋友, 不如说是能付出性命的知己。 苏之灵看了眼还紧闭的手术室, 有点孩子气得扬扬拳头。 这人最好没不怀好意地接近你, 要不然我非弄死他。 他撂下威胁, 张韩云只是拍了拍他的头, 走了, 忙去。 苏之灵跟着他离开, 两人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 张韩云负责研究新药, 而苏之灵则是负责跟各个医院和药店等销药, 或者是有人通过关系慕名找上妙手云医时, 他跟人谈酬劳。 总之, 对于钱多又怕死的富豪, 他要加是一点都不客气的。 忙起来, 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韩云, 下班了。 苏之灵已经换上了外出的衣服, 敲门进去, 对正带护目镜做实验的张韩云道, 听保安说, 货爷的车开去停车场了。 他为了确保能得到货司申道的第一手资料, 特地吩咐门口保安等。 等会可是张韩云答应给人答案的时间, 要正重点。 张韩云只是看了他一眼, 没有任何的表态, 继续手上的实验。 只要有工作在, 他就不会被任何的外在因素影响到。 苏之灵知道他的性子, 没有打扰。 等他忙完, 苏之灵才凑过去。 韩云, 你在忙什么? 苏之灵好奇问道, 在研究欧阳明月体内读的分裂和活跃度。 张韩云道, 苏之灵点点头, 拾去的没有多问。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苏之灵去开门, 见外面站着的是霍思申, 他朝他轻点了下头, 然后灵活地闪了出去。 霍爷, 人在里面, 你进去吧。 他笑道, 霍思申很满意他的拾去, 对他露出了一抹清浅的笑弧度, 然后才进去。 苏之灵清吐了口气, 面容严峻的大帅哥一旦笑起来, 挺要人命的。 太帅了, 容易勾人魂。 知灵, 杨子轩的声音, 把苏之灵的那点乱颤, 给叫得烟消云散。 他也不是对霍思申有什么非分之想, 纯粹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对上难得笑笑的大帅哥, 还是想多看几眼的。 谁叫霍思申, 是真的很帅啊。 我不是让刘队把你拦在外面了吗? 你怎么进来的? 苏之灵, 宁谋, 邓杨子轩, 没好气到。 杨子轩走到他面前, 没直接回答, 而是皱眉。 知灵, 你刚刚对思申饭花吃了, 不过我还是好心地提醒你, 你和嫂子是挚友, 最好别对他有什么想法, 要不然最后容易受伤。 看苏之灵对霍思申饭花吃, 他的心都快跌到谷底了, 不过还是好心地提醒他别动心, 怕他最后说得很惨。 文言, 苏之灵直接抬手, 掐住了他的耳朵。 我说, 你这猪脑子整天塞的都是屎吗? 要不然,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的? 他低吼, 我对霍爷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心思, 刚刚饭花吃, 不过就是粉丝对偶像难得一笑的正常反应。 他又不是脑子犯抽, 想不开的去喜欢霍思申。 这男人, 一看就不是他能够驾驭的。 杨子轩顾不上被揪耳朵的疼, 露齿笑了, 你真不喜欢思申。 他问, 苏之灵的回答是, 一脚往他的下面踹去, 低吼, 去死, 见他躲开, 也没有来第二脚, 而是直接走人。 跟这种半脑的多说一句, 他都觉得会得心梗。 杨子轩追上去, 里面, 霍思申看了眼各种器皿, 镜子地走到了还在整理数据的张寒云。 你等等, 我很快就好。 张寒云抬眸看了他下, 覆低头整理数据。 霍思申也很有耐心, 目光浅瘴地看着张寒云忙, 没有出声催促。 半个小时后, 他才忙完了。 刚一抬头, 就对上了霍思申泛着柔情的眼, 他心率顿时漏跳了鸡拍, 猴杰上下动了两下。 他突然有点想, 亲他了。 霍思申似乎读出了他的想法, 比他先一步地上前, 扣住他的后脑勺, 来个热情又缠绵地吻。 等彼此分开的时候, 张寒云嘴角多了一点银丝, 透过盈盈的光, 诱人得很。 他抬手帮他擦拭, 指腹在上面碾了碾。 寒云, 这是在一起, 潜逃要的利息。 他嘴角上扬, 声音暗沉诱惑地说道。 张寒云瞬瞪了他一眼, 抬手拢了拢被他弄得有点乱的头发。 我去换衣服。 他转移了话题, 霍思申没有跟上去。 走吧, 张寒云换好衣服出来, 他随意地把大波浪绑成了高马尾, 看起来简铃又秀美。 霍思申看着他头发绑起来显得更修长的脖梗, 眸光变得越发幽暗, 犹如一潭深不见底的潭水, 要把人深吸进去。 他的目光实在是太露骨了, 以至于张寒云都觉得身上有点不太对劲, 热热的。 别看了。 他急不过去, 抬手捂住了霍思申的眼, 声音因为急促而变得有点娇软。 霍思申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一个用力, 两人的身体紧密地贴合着。 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热度, 张寒云只觉得身上更热了。 寒云, 本来想寻个更好的环境问你答案, 但我现在等不及了。 霍思申抓下了张寒云的手,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声音暗哑道, 我想在这问你, 你愿意当我未来的老婆吗? 张寒云听到了自己心脏乱倒估的声音, 不过面上为了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紧张, 他化被动为主动, 抽出手, 辽波性地摸向霍思申的脸, 妩媚笑道, 哪有人一上来就问这个的, 不都从女朋友开始的吗? 霍思申圈着他腰的手更用力, 两人的身体顿时贴合得没有一丝丝的缝隙。 他的脸往前凑, 俊挺的鼻尖与他的撞到了一块, 两人呼出来的气息交缠到了一块。 女朋友会分手, 他抵着他的额头, 道, 张寒云突然兴起了逗他的乐趣, 老婆也会离婚。 话落, 霍思申周深的气息顿时冷了下来, 他悠悠的目光紧锁着张寒云, 带了点粗利的手指刮过他的脸。 在我的字典里, 只有丧偶, 没有离婚。 他沉生道, 既然是认定的女人, 又怎么会让他有想离婚逃离的念头? 可能是感受到了他的认真, 张寒云也淡了逗他的心思。 思申, 正好, 我的字典准则也是如此。 他倒顿了顿, 他先先御手, 附在了霍思申的心脏处, 声音是轻柔的, 但说出口的话, 却一点都不柔。 要是你哪天忘记了诺言, 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停止的。 他这人容不得半点地背叛, 所以, 想跟医生谈恋爱, 就得先深思熟虑了, 别一头热地栽进去, 最后违背了诺言, 白白地丢了一条性命。 霍思申根本不带怕的, 反而低笑出声。 他带笑地埋首在张寒云的脖梗间, 道, 寒云, 放心, 你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张寒云傲娇得哼了哼, 谁知道呢, 毕竟大话谁都会说。 不过说归说, 他唇角还是翘了翘。 韩云, 你的答案呢? 霍思申就是重体, 执着于他的答案。 张寒云看着他, 一字一句, 我答应了。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霍思申再次听到了心理烟花绽放的声音, 一遍又一遍, 过分地璀璨。 韩云, 可以完整地回吗? 他贪心道, 张寒云顺着来, 我, 张寒云, 答应当霍思申未来的老婆。 文言, 霍思申心里的烟花绽放得更璀璨了, 耀眼得有点韵。 他抱起张寒云想转圈圈, 但看到周围的器皿, 他只好顿下了动作。 寒云, 介意我抱你在外面转圈圈吗? 他放下张寒云, 抵着他的额头问道。 张寒云心情同样是澎湃的, 所以不介意纵他偶尔孩子气。 得到他的允许, 霍思申父抱起他去了外面, 然后尽情地在走廊里转圈圈。 研究所的医学人员都还没有下班, 听到霍思申肆意痛快的笑声, 都纷纷地从工作室里跑了出来。 他们看到平常在研究所里严肃的大老板, 被霍爷抱着转圈圈不说, 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意, 皆是纷纷一惊, 互相对视, 以眼神询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苏之灵和杨子轩闻风赶来。 从小到大, 还真没有见过思申这么肆意纵情过呀。 杨子轩看着不同以往的霍思申, 由衷的感慨, 原来抱得美人归, 真的会让人情绪外露。 说着, 他看了苏之灵一眼, 问, 知灵, 哪天你真的答应我了, 我是不是会笑得比思申还傻? 苏之灵双手还胸, 一脸的嫌弃, 杨子轩, 少做梦, 我们是不会有可能的。 杨子轩只是笑笑, 没说话, 他们男未婚, 女未嫁的, 一切皆有可能。 等霍思申报够了张寒云, 苏之灵清咳一声, 提声道, 霍爷, 你看你都追到我家寒云了, 是不是得请整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吃饭啊? 霍思申豪气地包下了云城最好的酒店, 请整个研究所的人去吃饭, 吃完饭, 还可以在里面唱K, 按摩, 洗脸, 睡一晚, 总之一条龙, 霍爷威武, 霍爷万岁, 工作人员非常上道地喊道, 苏之灵看了他的员工一眼, 笑道, 人霍爷请你们去那么好的酒店, 你们就说这些没营养的话。 员工纷纷地看向了他, 以眼神询问, 不说这些, 说什么? 亲一个, 亲一个, 苏之灵示范, 大家会议, 拍手起哄, 霍爷, 张总, 亲一个, 那声音之大, 响彻了整个走廊, 张涵云故作严肃地看了他们一眼, 别闹, 耳后跟却悄然地爬上了红韵, 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亲, 他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 哦哦, 张总脸红了, 见张涵云脸红, 一群员工也不怕了, 还胆肥地揶揄他, 亲爱的,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 那我们, 霍丝身一把搂住了张涵云, 连对他的称呼都变得肉麻细细的, 还低头做事要亲他。 张涵云被称呼弄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抖了抖肩膀, 正打算抬手抵住他, 他就停下了动作。 我们回家再亲。 他看着张涵云, 含笑低声。 亲吻这么美好的事, 怎么可能给别人看呢? 他女人被亲得媚眼如丝, 娇媚低隐的一面, 只能他一个人看。 张涵云看着他含笑的眼, 一下子就读懂了他的意思, 他也跟着笑了, 这男人的战有欲, 还挺戳他心底的某个点, 让他的心跳为他一个人漏跳着。 各位, 走吧, 要不然该饿了。 霍斯申搂着张涵云的腰, 道。 在场的员工看不到热吻的画面, 说心里话还是有点小失望的, 但谁都不敢不依不饶地让霍爷继续请。 他们拾去负荷, 一群人离开了研究所。 外面已经安排了车辆, 所以他们结伴上了不同的车。 苏之灵大胆地借了张涵云, 带他上了排在第一位的车辆。 霍斯申则被杨子轩拉到了第二辆车上。 他要跟霍斯申取经追人的经验, 争取早点追到苏之灵。 要不然好兄弟都脱单了, 他还是单身狗。 到了酒店, 早有负责人带着迎斌小姐等在哪。 霍爷, 我把韩云还给你了。 苏之灵非常识趣地把张韩云还给了霍斯申。 霍斯申非常满意他的识趣。 我听说苏董有意要竞拍东郊的那块地, 正好霍氏集团也有这个意向, 他如果想跟公司合作的话, 可以明天派人过来谈。 他给出了好处, 苏之灵的双眸一亮。 他家要是能跟霍氏集团合作的话, 今年的利润肯定能翻好几番。 好嘞, 霍爷, 回去我就跟老头说, 他肯定会激动地睡不着。 他没有隐瞒家里能跟霍家合作的兴奋。 霍斯申请点了下头, 老婆, 走吧。 他垂眸看张韩云, 称呼已经从, 亲爱的, 变成了, 老婆。 张韩云刚要抬脚的动作一顿, 眉头抽了抽, 低声道, 别乱叫。 他们只是刚确定关系, 还没有到结婚的地步。 霍斯申宽大的手, 在张韩云的后腰摸了摸, 付到他的耳盘前。 韩云, 没事, 总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地允许我叫你老婆的。 他妥协地重新叫张韩云的名字, 不过眼里却闪烁着浓浓的自信。 现代人都是他的了, 迟早会变成他的老婆, 到时候就能光明正大的叫。 现在叫, 到底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 张韩云没说话, 不过唇角的笑意快速地闪过。 他心里也隐隐地期待, 能被他叫老婆的那天。 身边的男人, 让他对婚姻多了期待。 霍斯申带着他不远不近地跟着大队伍, 耳边是员工齐此彼伏的惊叹声。 没办法, 云城最好的七星级酒店, 每一块砖石都是挺多金钱堆砌出来的, 那观感自然不一样。 这群员工的工资虽然不低, 但除非家庭真的很好, 要不然极少能在这里消费的。 负责人领他们进大包厢, 里面摆了二十几张桌子。 各位, 你们随便点, 账都算在我的头上。 霍斯申扬声道, 我和韩云今天才确定关系, 想有点私人空间, 就不在这吃了。 好的, 霍爷。 工作人员齐声附和,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又道, 祝你和张总有个美好的夜晚。 都来酒店了, 就不要浪费良辰美景。 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霍斯申很满意地看了他们一眼。 要是可以, 他也想和张韩云 重温七年前的那一次。 尽管过去那么多年, 他脑海里还闪着隐隐绰绰的记忆, 每次想起, 都能勾得他身体发热, 很想把人扑到这样那样。 但也只是想想, 他还是得尊重张韩云的。 别闹, 都好好吃饭。 张韩云瞪了他们眼, 低赤。 如果忽略他隐隐发红的耳垂, 这呵斥会让人觉得有威慑力的。 众员工发出善意地笑, 起哄, 张总又害羞了呀。 以前觉得张总能力出众, 杀法果决, 肯定是个不知害羞为何物的, 没想到谈起恋爱来, 却跟个小女人一样, 他们逗一句, 他就脸红了。 这样的反差, 让他们都感到惊奇。 也隐隐觉得张总也没有那么的严肃啊, 以后等工作不忙时, 他们可以尝试着跟他开开小玩笑, 活跃活跃一下气氛的。 霍斯身搂住张韩云的腰, 走吧, 张韩云点点头。 在经过苏之灵身边时, 他见嘻嘻吴声道, 韩云, 把握住良辰美景啊, 霍爷的体力肯定好盗爆。 张韩云只当没有看到他说什么, 这女人就没点正经的。 不过, 他隐晦地看了眼霍斯身线条流畅的下额线, 脑海中不欺然地浮现了七年前的那一幕, 打住。 要不然, 他也想扑倒霍斯身了。 美色当前, 不是只有男人才泛色, 女人也会的。 霍斯身全当没有看到, 带他去到另一个包厢后, 才把他抵在了墙壁上。 他挑起她的下巴, 目光浅浅缠绵地锁着她。 韩云, 刚刚用那么如狼似虎的眼神看我, 是想怎么把我吃了。 他语调故意地微扬, 听起来特别地慵懒性感。 张韩云最喜欢的, 就是他这性感的嗓音, 变得他浑身像是有一股淡淡的电流滑过。 他正要说话, 结果肚子传来了一阵咕噜声, 结实地把霍斯身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暧昧气氛 给打破了。 你中午没吃饭? 霍斯身拧紧了眉头, 问。 张韩云目光微闪, 随意地扒了几口。 他当时顾着研究欧阳明月体内的毒, 心思根本不在吃饭上。 偶尔不吃饭, 对他来说是常态。 要不是懂配药调养, 他都该有胃病了。 霍斯身周身的气息更冷了, 不过还是赶紧地叫人送吃的进来。 本来刚确认关系, 最适合就是烛光晚餐啊, 在朦胧的烛光下会让人体内的肾上腺激素上升, 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事。 但这东西容易吃不饱, 所以他换成了菜肴。 很快,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端了上来。 霍斯身给张韩云成了一碗汤, 弄成了温热才放到他面前, 让他赶紧喝汤暖暖味。 见他喝了, 他又给他布菜。 那精美的大龙虾肉被他像弄工艺品般地放到了张韩云的碗里。 而鱼啊, 肉啊这些也如法炮制。 他照顾三小只都没有这么的用心。 张韩云目光闪了闪, 同时心里又是暖暖的。 自从外公和妈妈没了后, 就没人对他这么好了。 而渣父和渣男的很绝背叛, 让他迅速地历练成长, 都忘了被人疼是什么感觉了。 霍思绅用他的方式, 让他重新体会到了, 原来谈恋爱也可以如此的甜蜜。 思绅, 你对我这么好, 就不怕把我养成是宠生娇的巨婴。 他玩笑道, 我求之不得。 霍思笑了, 这样一来, 除了我, 就没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你了。 张韩云挑挑眉, 故意跟他唱反调, 然后逆了我的娇宠任性, 直接把我甩了。 霍思绅的回答是, 直接把包好的龙虾肉塞进了他的嘴里。 韩云, 多吃点, 少说些气我的话。 他哭笑不得道, 张韩云咀嚼着嘴里的龙虾肉, 乐不可知, 双肩都是颤着的。 他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地放松了, 霍思绅手上不停地给他夹菜, 眼神却是格外温柔地看着他。 把嘴里的东西吃进去再笑, 别呛到了。 他跟个老父亲般地叮嘱, 如果不是遇到了张韩云, 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劳道钳制。 换成以前, 有人说他会变成为女人劳道下厨, 他肯定会觉得这人脑子有病, 但现在他觉得做这些甘之如頤。 就算工作再忙, 他都会抽空给他发发微信, 想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和睡觉。 张韩云笑完, 往自己的碗里夹吃地递到霍思绅嘴边。 霍思绅张嘴就吃, 等张韩云收回筷子时, 他还故意在末端咬了口才放开。 张韩云被他冲的动作弄得身体一酥, 他赶紧地埋头吃饭, 演示了自己的异样。 自从答应跟霍思绅在一起后, 他就越来越不演示了。 他看他的眼神, 仿佛要把他拆吃入腹。 霍思绅被他安纯的样子弄笑了, 胸腔的回音在包厢里回荡。 笑毛笑, 快点吃你的。 张韩云抬眸瞪了他一眼, 有点恼羞成怒道。 霍思绅笑得更大声了。 韩云, 我真的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害羞。 他边笑边打去。 张韩云从外表到身材, 都给人越过千番的错觉, 没想到谈起恋爱来, 斗一斗就会害羞。 巨大的反差萌, 让他忍不住地想一而再再而三地逗他。 他脸红的样子, 实在是太好看了。 张韩云又瞪了他一眼。 喝点酒, 嗯。 霍思绅往两人的杯子里倒了上好的红酒, 那香味顺着空气钻入鼻尖。 张韩云没有拒绝, 端起酒杯轻轻地晃了晃, 那动作, 特优雅。 一看就是懂酒的。 Cheers! 他举杯道, 霍思绅跟他碰了碰杯, 两人慢慢地品名着美酒。 没想到张韩云一杯酒下肚, 脸颊就红了, 眼神如沟, 娇媚动人, 看起来就像是随时采摘的鲜蜜桃, 特可口。 霍思绅看着这样的他, 眼神变得幽暗, 猴杰动了动。 韩云, 他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张韩云这状态, 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微醉了。 我没醉。 不过他的声音是正常的, 但看着霍思绅的眼神更勾了, 再来一杯。 霍思绅被他聊得浑身都少, 按道以后不能让他在别人面前喝酒。 他这副勾魂射破的样子, 只能他一个人看, 真还能喝。 他问, 能, 张韩云把杯举到他面前, 快倒, 等霍思绅给他倒了酒, 他语出惊人, 我要不喝的醉点, 怎么借酒壮胆, 把你扑倒。 一杯酒下肚, 他人什么话都敢说, 霍思绅手一抖, 手中的瓶子差点脱落砸在地上。 他确定, 张韩云是真的有点醉了。 韩云, 你以前跟人喝过酒吗? 他喉结微动, 转移了话题, 想到有人看到他罪态魅惑的样子, 他想杀人的心都有。 经常喝呀。 张韩云的前半句, 让霍思绅的力气横生, 什么隐你的心思都淡了, 正想问他有没有被人趁机占便宜, 就听他道, 不过我都提前吃自己配的醒酒药, 那酒对我来说就跟白开水。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杯倒的体质, 霍思绅周深的力气, 因为他的后半句烟消云散。 他很想告诉他, 说话要一口气说完, 要不然容易造成误会的。 Cheers! 张韩云重新举杯, 道, 霍思绅跟他碰了碰杯, 然后看着他动作优雅地喝酒。 除了脸颊更红, 眼神更昧, 举止更随意大胆之外, 还真的看不出他有一点点的醉意。 他连喝醉, 都是这么的魅惑动人。 思绅, 其实不是只有你对我有想法, 我也很想把你吃了的。 张韩云喝完杯中酒, 单手支着脑袋, 媚笑地看着霍思绅, 语出惊人。 比如现在, 我就想把你的衣服给包了。 说着, 他眼神变得有些灼热地盯着霍思绅的领口, 仿佛下一秒, 他真的会撕开他的衣服。 霍思绅喉, 结动了动, 身体变得滚烫, 眼神也转为炽热, 侵略性地紧锁着张韩云的眼。 韩云,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声音暗哑地问道, 他怕张韩云是在说醉话, 等第二天醒了就后悔, 然后觉得他把持不住耍流氓, 以此为借口跟他分手。 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好不容易才让他敞开心扉, 答应成为他的女人。 所以, 他不敢贸然前进, 怕一朝不慎, 和张韩云成了陌路。 张韩云娇媚地笑了, 私生, 我都说了我没罪, 脑子清醒着呢。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 霍思深看他思维如此的清楚, 脑子想的却是, 罪鬼一般都说自己没罪的。 换成平常, 张韩云对他使的魅意都是点到为止的, 就怕聊得太过了他失控, 那就不是他能左右收拾的。 哪里像现在, 把他毕生的魅态都展示出来了, 就怕他不上钩。 可偏偏, 他还真的有点不敢, 不是变得不男人了, 而是把他捧在手心里疼, 就怕他有反悔的心。 张韩云拉开椅子起身, 信步走到了霍思深面前, 弯身, 挑起他的下巴, 媚笑一声, 呼出来的清甜酒味, 喷在了他的脸上。 思深, 你说, 你平时撩我撩的那腰起劲, 我给你回应了, 你怎么反倒退缩了? 他逼近他, 两人的鼻尖, 就这样撞在了一块, 你不会是不行了吧? 霍思深的眉目沉了沉, 是个男人, 都不喜欢听到有人说他不行, 尤其是尽了心碎的女人。 韩云, 乖, 先吃饭。 他深呼吸, 压下了心底的蠢蠢欲动, 耐心哄人, 到底还是怕等他酒醒了, 觉得他不正人君子。 张韩云的回答是, 直接吻住了他的嘴唇。 他吻人的经验不多, 全部都是跟霍思深亲的, 而且之前都是他来主导, 所以, 这次吻他, 就显得有点磕磕绊绊的。 不过, 他还是寻着记忆, 撬开了霍思深的嘴, 舌尖就要试探性的。 霍思深用了极大的克制力, 抓住了张韩云的双肩, 看着他的眼, 隐忍道, 韩云, 你真的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吗? 张韩云笑了, 隐隐润润的手指, 在霍思深的胸口处, 画着圈圈, 不打反说, 原来你真的不行了呀。 两次被人说不行, 霍思深哪里还能忍, 原本是尊重他, 才克制着体内来势汹汹的蠢蠢欲动, 没想到却被他误以为是不行。 他要还没行动的话, 真的会被他打上不行的标签。 万一等他醒了有这段记忆, 真以为他不行产生嫌弃的话, 不行, 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霍思深一把抱起了张韩云, 深深地看着双手, 自然而然缠住他脖子的他。 韩云, 我再给你最后反悔的机会, 我想睡你已经有段时间了, 为什么要反悔? 张韩云眼神如钩地看着他, 疑惑地打断道。 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 霍思深要是再还没有行动的话, 真的是连男人都不是。 他抱着他大不留心地离开了包厢, 坐电梯上了顶楼, 进了常年预定的总统套房, 他抱他来到床前, 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 他高大的身躯随即附上去。 韩云, 你真的不会后悔。 临到关键点, 他还不忘身世询问。 张韩云的回答是, 直接撑起头稳住了他的嘴。 霍思深眼神一伸, 反客为主地加深这个吻。 两人吻得缠绵激烈, 张韩云线细的手在他的后背点火, 把他的理智彻底地燃烧殆尽。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内的热度才慢慢地降了下来, 而被霍思深抱去清理过的张韩云 已经深深地睡了过去。 还没有散去的酒意, 让他偶尔蹦出一两句的醉话, 最多的是叫霍思深的名字。 霍思深听着他喊自己的名字, 目光变得更加柔和。 他带了点粗利的手指, 轻轻地抚摸着他白皙的脸, 眼里盛满了艳足和深情。 韩云, 你终于完全地属于我了。 他低声道, 就算多年前两人已经发生过关系, 但那时他们是陌生人, 不比这次是身体和心灵上真正的融合。 他觉得他们两人的距离, 随着这次的深入达到了无缝隙。 霍思深看了张韩云好久,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 他眼神一灵, 快速地按了静音, 拿手机走到了阳台上。 说他接了电话, 道, 霍爷, 周连连和张韩云还在学校外面等着, 要不要去让他们离开?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道严肃的男声。 霍思深冷笑一声, 不用管, 让他们继续等着, 第二天让人放他们进去。 男生先是硬了, 是, 然后有些疑惑, 霍爷, 你不担心他们对小少爷和小小姐不利吗? 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 霍思深对三小只是非常自信的, 旭俊他们单学习也挺无聊, 让他们玩玩, 这两女人也不错。 送上门的, 可以尽情地耍弄一番, 也好让周连连母女知道, 她的儿女,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保镖瞄懂, 霍爷这是要锻炼小少爷和小小姐的应变能力了, 要实实在应付不了, 还有他们这群保镖。 而且, 料这对母女也不敢对霍家小主子动手, 要不然, 就是闲命长了。 挂了电话, 霍思深拿出一根烟点了, 不过并没有立刻抽, 而是任烟雾在夜色中鸟鸟上升。 她望着在星星灯光点缀下的夜色, 勾唇冷笑一声, 张家蹦跶得够久了, 是时候让她彻底地在云城消失。 抽完了烟, 等身上的烟味散去, 霍思身材信不尽了里面。 她刚上床, 张涵云就无意识地靠了过来, 然后双手双脚像八爪鱼般地缠住她, 那脸还在她的嘴上蹭了蹭, 含糊不轻道, 真软, 说着, 她还转脸在上面巴唧了一口, 又道, 真甜, 这动作, 无疑是在点火呀。 霍思身一下子就, 她正要翻身, 把张涵云压住, 就听她软糯道, 好累呀。 霍思身的动作一顿, 盯着趴她身上睡沉过去的张涵云, 最终苦笑出声。 你呀, 知道我在乎你, 就可拙劲地折磨我。 她捏了捏张涵云的鼻子, 无奈道, 张涵云皱了皱眉, 抬手拍开了她的手, 然后一语地改了个姿势, 孩子气得吐了吐泡泡, 这才继续睡了。 霍思身看着她的小动作, 宠溺地笑了。 她搂紧了张涵云, 等身上的躁动退去, 这才闭眼睡去。 第二天, 张涵云遵循着生物中醒过来, 刚睁开眼, 就觉得身上有点酸, 随之不少以你缠绵的记忆钻入了脑子里。 那画面够热辣, 够刺激, 够。 她的脸迅速地爬上热度, 想抬手拍拍脸, 让自己别胡思乱想, 结果手刚抬起, 就被一只大手抓住。 糟, 霍思身在张涵云的唇上亲了一口, 伸手拿过手表一看, 才早上七点半。 怎么不多睡点? 她问, 以为昨晚把她折腾得那么晚, 她第二天会很晚才行, 没想到才七点半。 难道她的能力还不够强? 她难得地自我怀疑了。 张涵云看着霍思身近在咫尺的脸, 感受着两人在被子下相贴的身体, 整个人都变得有点不自然, 脸上热度不但没退, 还有越少越烈的趋势。 霍思身看她的脸变红, 担心是她昨晚太急尽伤到了她, 立刻翻身看她。 涵云, 怎么了? 那里有伤到了吗? 她着急地想去检查张涵云的那里, 吓得她拦住了她, 神色怪异, 你干什么? 给你检查有没有受伤? 霍思身理所当然道。 不过, 看张涵云的脸越来越红, 她这才反映过来她昨晚是喝醉的。 她神色一浆, 试探道, 韩云, 你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文言, 张涵云不太自然地咳了声, 就在霍思身屏息等待答案的时候, 她道, 记得, 她就是被自己昨晚的大胆热火给弄得不好意思了。 霍思身松了口气, 还记得就好, 就怕她什么都不记得, 误以为她趁她喝醉了耍流氓占便宜。 韩云, 我很庆幸你没有喝断片。 她由衷道, 张涵云见状, 反而笑了。 怎么, 怕我醒过来不认账控诉你? 她笑着点破, 霍思身不置可否。 张涵云抬手摸上了她的脸。 思身, 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 没想到还没有怕的事。 霍思身反而握住了她的手。 事关你的事, 我会谨慎多虑。 她没有任何的隐瞒。 张涵云是她的逆鳞和软肋, 就会油嘴滑舌。 张涵云笑对了一句, 不过心里是挺暖贴的, 她还挺担心霍思身得到她后, 就不懂得珍惜了。 但现在看来, 她是多虑了。 这人似乎比以前更呵护她, 对她的态度都像是面对西式珍宝, 捧在手心里怕摔了, 含在手心里怕摔了。 霍思身把她搂在怀里, 大掌帮她按摩着后背, 贴心道, 身上酸不酸。 虽然昨天已经帮她按摩过, 但也怕自己的激进有伤到她。 所以, 感受着她手掌传来的温度, 张涵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昨晚是坦诚相见了, 但她是在醉意的状态下, 满脑子的大胆撩拨, 根本不知道害羞为何物。 但现在, 你别按了, 我不酸。 她转身, 按住了霍思身的手, 声音有点娇春软糯, 跟她平常人前的干练力所 完全地大相径庭。 最关键是, 霍思身看着她被子滑落露出来的香肩, 上面布满了她制造的吻痕, 她眸光一暗, 喉结上下滚了几下, 呼吸也变得急促。 张涵云察觉到她的异样, 抬头一看, 直接撞入了她充满侵略性的眼, 还没开口, 就被她压在了下面。 涵云, 现在还早, 适合做点热身运动。 她话一说完, 就拉上了被子, 开启了新一轮的运动。 等结束的时候, 张涵云已经累得抬不起一根手指头, 她眼神控诉地看着霍思身, 说好心疼她呢, 结果跟条狼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把她的老腰都快弄折了。 是谁说男女相爱做这种事, 是非常舒服的, 她都快累惨了。 唉, 也不是说她不舒服, 而是霍思身的体力太好了, 连她这种有功夫底子的人都有点扛不住。 霍思身, 你以后不许碰我了。 她生气道,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她现在一副被欺负狠的样子, 眼尾发红, 声音也是沙哑中带了点娇嗔, 听起来不像是生气, 倒像是撒娇。 霍思身也知道自己太过了, 把张涵云抱在怀里哄, 什么好听的话都说了, 就是不承诺以后不会碰她。 笑话, 真不碰的话, 她不得去当和尚了, 没碰张涵云时, 她还能忍住, 但现在食髓之位了, 那根本停不下来。 张涵云软瞪了她一眼, 现在说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她生气了, 就不是那么容易哄好的。 难得使性子的她, 慢慢地挪进了被子里, 还费劲地抬起酸得不行的手拉被子盖住了头。 我现在还不原谅你, 不准掀开被子。 她在里面嗡声嗡气道, 霍思身看着面前的蝉咏, 宠溺地笑了, 学会跟她使小性子, 这是大好事。 不让她掀被子, 那她就把被子整个抱住, 还唱起了洪睡歌谣。 她声音本就好听, 唱歌更好听。 被子里的张涵云,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霍思身看被子没有大蠕动, 就猜到她应该是睡了, 轻轻地把被子揭开。 她捏了捏张涵云的鼻子, 小调皮。 说完, 她下床去浴室, 等出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个盆。 来到床前放下, 拿毛巾沾湿, 替张涵云擦身体, 那动作要多温柔有多温柔。 等清理完, 她手机响起。 她迅速地拿起, 信部去了阳台。 霍爷, 人已经放进了学校。 电话那头的人道。 嗯, 等须骏他们耍够了周连连母女, 就给张试海去电话, 说他们打扰到了孩子, 霍家决定以此报复张氏集团, 让他做好准备迎战。 霍斯申诞道, 那头的人秒懂, 这是要借张试海的手, 对付周连连母女, 同时又有借口攻击张氏集团,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学校外, 守了一天一夜都不能进去的张涵云, 眉宇间染上了浓重的焦躁和怨怼。 妈, 您不是说已经跟人说好了吗? 那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他看向了周连连, 胆肥用很冲的口吻质问他。 讨好不了三小只, 他回去肯定会迎来张试海暴怒的胖揍, 想到疼, 他就顾不上怕周连连了。 周连连生气, 最多就是小小的教训他一番, 绝对不舍得把他弄得半死不活。 至少不涉及到周连连利益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但张试海不同, 绝对会把他打得下不来床。 周连连的脸色也铁青的厉害, 本就被人放鸽子, 还耐心地陪张韩云在这守了那么久, 得不到他的感恩就算了, 还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质问, 简直是不可忍。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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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问, 你要是能的话, 怎么不亲自拖关系进去? 周连连美好气道, 整天就知道依赖我, 都不舍得开动下脑子, 我看你这样下去, 迟早都会变成猪, 不, 说成猪都是对猪的侮辱。 张韩云被骂了一通, 之前一股作气的打肥也散去了大半, 他缩了缩脖子, 有些气虚道, 妈, 我也是怕哄不好三的见种, 爸会勃然大怒, 你也不想被爸牵连的, 对吧? 文言, 周连连的怒火, 这才淡了血, 他也怕张试海的怒火, 要不然也不会在这等了那么久, 都怪那该死的笑动, 哄骗了他一次又一次, 说过一会儿就可以放他进去, 结果一会儿了又一会儿, 要不是哄三小只的念头支撑着他, 早就开车离开了, 再等一个小时, 如果还进不去, 就先回去想办法, 周连连抬手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道, 再等下去, 他的身体会撑不下去, 只好回去哄, 一哄张试海, 再想办法了, 可爸呢,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说, 我这道妈的, 听你的, 周连连鼓言吼道, 张涵义缩了缩脖子, 他也没有好办法呀, 没办法就别吓嚷嚷, 听得我耳朵疼, 周连连更没好气了, 真是白教他这么多年, 关键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涵义不敢造次了, 他就是欺软怕硬的性子, 比他强的人一横, 他就秒变成安蠢, 要是那人一弱, 他就横得比谁蹦大都高, 周连连看他这样, 又是一横, 心情不顺之下, 连看自己生的都格外不顺眼, 如果这次哄不好三小只的话, 他一定要逼消四, 快点对张世海动手了, 要不然, 他肯定会活在张世海喜怒无常的脾气中, 就在他们母女等的不耐烦要离开时, 有人过来了, 请他们进学校去, 张涵义只顾着开心, 我们真的可以进去了, 是的, 张小姐, 来人客气道, 周连连却是皱起了眉头, 他心思重, 生性多疑, 总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 为什么是你来接我们? 他警惕道, 来人说董事有事, 所以派他来接, 周连连还想问什么, 就听张涵义道, 妈, 您别默默唧唧了, 现在是哄人要紧, 您有什么问题, 等见到人了再说, 话落, 周连连瞪了他一眼, 不过倒是没说什么了, 也是, 目前还是先见到三小指要紧, 其他的, 料学校的人也不敢在里面对他们做什么, 母女下车, 带着在其他车里的保镖进去, 有十来名专业的保镖保护着, 没人能进得了他们的身, 进了学校, 来人竟然直接带他们到了三小只活动的地方, 那里他们三正跟两三个小朋友玩, 周连连警惕地看了来人一眼, 他跟董事提的时候, 只是说进来看看故人的孩子, 并没有提及名字, 这人是怎么知道, 他是来找三小只的, 张夫人, 学校有自己的关系网, 你说想进来看故人的孩子, 校方会先调查了, 才能让你来, 来人看出了他眼神的戒备警惕, 开门见山道, 现在如你所愿, 带你来见货家小少爷和小小姐, 你要觉得有乍不敢过去, 那就跟我离开吧, 说着, 他做了个请离开的动作, 周连连连去了脸上的警惕怀疑, 扯唇道, 见自然是见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母女自己过去, 张夫人, 你放心, 我等会还有事要忙的, 来人道, 言外之意就是, 他不会在这守着, 周连连松了口气, 他不在这就好, 来人又说了两句, 然后转身走人, 等人一走, 张寒意皱了皱眉, 妈, 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呀, 来人在明知道三小只是货家子孙的份上, 还这么轻易地让他们去见, 这其中只能说明, 霍思绅那边已经知道了, 还授意他把他们母女带过来, 他揣测不通霍思绅这么做的目的, 但直觉, 这里面肯定充满不怀好意, 是有诈, 但你能不过去吗? 周连连瞪他, 不打反问, 不过去, 就没法讨好三小只, 那张世海那肯定会暴跳如雷, 到时候会面临什么后果, 不用细想都能猜得出来, 张寒意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不能两个字, 周连连扯了扯嘴, 走吧, 说着, 他先率先朝三小只走过去, 张寒意赶紧跟上, 不敢前面有什么阴谋诡计等着,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闯了, 要不然回去面对张世海的暴怒, 下场也好不要哪里去, 小旭俊, 小旭肖, 小肖肖, 外婆和小姨来看你们了, 走到离三小只不远的地方, 周连连声音温柔如水地说道, 所有小朋友都看向了他, 旭俊, 旭肖, 肖肖, 他们真是你们外婆和小姨吗? 怎么跟你们一点都不像啊? 有个小女孩看着周连连和张寒意, 一脸的天真, 不比你们好看, 最主要是他听张笑笑说, 家里只有爸爸, 妈妈, 曾爷爷, 爷爷和奶奶, 所以以为这两人是骗子才这么问的, 嘻嘻, 小依依, 你不知道有些人厚脸皮, 专门喜欢冒充别人的亲人吗? 张笑笑笑嘻嘻地回道, 所以我们跟他们长得不像很正常啊, 难怪哦, 被称呼小依依的小女孩点点头, 小笑笑, 他们既然不是你的亲人, 那肯定是大坏人了, 我们叫保安来吧, 小依依道, 张笑笑阻止了他, 并在他耳边, 鸡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那我们先去别的地方玩了, 你们要小心哦, 小依依听完, 先是警惕地看了周连连和张寒云一眼, 皱眉叮嘱, 他们要是敢打你们, 就要马上叫保安过来,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 嗯嗯, 张笑笑乃甜点头, 我们会的, 小依依这才招呼其他几位伙伴走人, 等人走远, 张笑笑脸去笑意, 双手插腰, 看着硬挤出笑装伪善的两人, 坏女人, 你们来找我们, 有什么事? 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张寒亦的表情僵了僵, 差点露出猙獰的原形, 她舌尖轻轻地叠了底后槽牙, 硬挤出更大的笑, 笑笑, 我今天来, 是为了前几次任性鲁莽, 给你们留下坏印象来道歉的, 她态度要多温柔, 有多温柔, 你看我连之前礼物都带来了, 是时下小孩都喜欢的限量版玩具, 希望你们能喜欢, 张笑笑撇撇嘴, 坏女人, 你当我们还是三岁的小孩啊, 我们早就不喜欢玩具了, 玩这些, 只会影响我们的智商发育, 说着, 她侧眸看两位哥哥, 哥哥,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张旭俊点头, 张旭肖轻哼, 妹妹, 像这么没诚意的道歉, 你以后可别学, 张寒亦脸上的笑, 再次的差点维持不下去, 她为了买三小只喜欢的礼物, 真的是问遍了圈中有小孩的千金名媛, 这才拜托国外的朋友去买的, 结果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这不亚于, 往她的脸上扇了狠狠一巴掌, 笑笑, 你喜欢什么? 我现在托人去买, 周连连上阵, 张笑笑看着她, 坏女人, 你猜? 周连连等了一天一夜的火气, 差点就爆发出来了, 好在她没有忘了, 三小只可是货家宝贝的小祖宗, 临到口的恶毒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旭俊, 旭肖, 你们能好心地告诉我吗? 她微微侧身, 露出了最完美的侧眼, 脑子发抽得想用美色来引诱才六岁的小男孩, 张旭俊嫌弃地看了她, 撇嘴, 不屑回答, 就这种自以为魅力很大的老女人, 她都懒得傲娇, 张旭肖眨眨眼, 一脸都无害, 可说出口的话, 就一点都不可爱了, 老女人, 你转这个角度是最丑的哦, 我能很好的看到你的鱼尾纹, 她道, 还想继续施展魅力的周连连, 表情彻底的僵住了, 不过到底是修炼多恋的, 很快就收拾好了表情, 她转回原样, 一脸的温柔慈祥, 旭俊, 旭肖, 笑笑, 我今天真的是带寒映来道歉的, 她被我宠坏了, 所以对寒映的态度有点不好, 不过已经被我教训过,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 她声音轻柔,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只要你们能原谅她, 想让她做什么都行的, 坏女人, 真的什么都行吗? 张笑笑眨巴着大眼睛, 面上带笑无害地问道, 可不知为什么, 这笑看在周连连眼里, 却觉得有点怕, 更别说欺软怕硬的张寒映了, 她偷偷地扯了扯周连连的衣服, 让她斟酌着回答, 别真的都硬了, 周连连暗瞪了她一眼, 示意她有出息点, 现在, 他们是来哄骗三小只的, 付出点苦, 理所当然, 张寒映只好逼着自己收回了手, 笑笑, 那是自然的了, 周连连看向张笑笑, 硬挤出笑道, 张笑笑先是点了点头, 又道, 那你呢? 也是什么都愿意做吗? 周连连被噎了噎, 笑笑, 我就不用了吧, 坏女人, 子不教父母之过, 是这个礼吧? 张笑笑双手插腰, 寻寻地说叫, 你把她教得那么坏, 责任由你大办, 要道歉, 肯定是一起的。 周连连头次被个六岁的孩子给说住了, 那就包括我吧? 她迟疑纠结了半赏, 到底是松口硬下了? 这三小只不太容易对付, 所以付出点苦是正常的, 只要最后能得到她想要的就好。 坏女人, 这可是你说的呀, 别最后出尔反尔。 张笑笑道, 周连连哄, 笑笑, 不会, 不会。 张笑笑微挑眉, 看张寒意。 我也不会, 张寒意附和, 有他母亲陪着, 他心安了不少, 不过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 三小只就算聪明又怎么样, 还不是才六岁的小屁孩, 就算想折磨人, 也想不出什么歹毒的法子来。 但很快, 他就会发现, 他真的想, 当然太早了。 哥哥, 你们说我让他们赤着身绕整个操场跑三圈怎么样? 张笑笑看着张旭俊和张旭霄, 男生问道, 张寒意的表情一变, 鼓掩, 声音都拔尖了。 张笑笑, 你说什么? 有问题吗? 不是你说什么都愿意做的吗? 张笑笑转头看他, 一脸都无辜。 张寒意的喉咙, 顿时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一样。 他脸色几经变化, 压着火气, 有些底气不足, 那也不能赤身绕操场跑啊, 这里可是学校, 被学生看到, 岂不是? 丢尽了脸面不说, 还会再次成为上流圈子的笑话。 这里的学生非富极贵, 回家一传, 圈中的人还有谁能够看得起他呀? 张笑笑软萌萌地笑了, 表情更显无害, 可我就想你们赤身跑, 怎么办呢? 张寒意只好朝周连连投去求助的目光, 他现在还有求于三小只, 不敢真的得罪了他们。 周连连保养了极好的指甲, 猛地掐入了皮肉中, 传来的疼痛让他勉强地保持了理智, 不至于在三小只面前露出恶毒阴狠的一面。 笑笑, 真的不能换一个吗? 他笑得更假地问道, 张笑笑一副没商量的样子。 周连连见状, 眼里的戾气闪过, 他真的是低估三小只了, 以为他们的年纪小好糊弄, 没想到毛都还没有长齐, 心肠竟如此的狠了。 果然是张涵人生的见重, 跟他们的妈一样令人讨厌。 怎么, 连这点小要求都办不到吗? 张笑笑吃笑出声, 既然没法做到, 就不要大放厥词吗? 要不然很丢脸的。 说着, 他还抬手刮了刮脸。 周连连和张涵义默契地握紧拳头, 然后又慢慢地松开。 今天他们有求于别人, 不能乱发脾气。 笑笑, 换一个吧, 我们保证能做到。 周连连重新换上笑颜, 好生好气地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哦, 别到时候又食言而肥。 张笑笑一副大人有大量, 就在给他们一次机会的表情。 周连连耐着性子点头, 二哥哥, 你来提吧。 张笑笑对张旭削道, 张旭削微挑下巴, 抬手拍拍胸口, 一死不言而喻, 一切包在他的身上。 坏女人, 你们不想脱衣服绕操场跑也行, 那爬楼总可以了吧。 说着, 他缓缓地抬起手, 指向了其中一栋最高的楼, 那是高中部的教学楼。 这所国际学校, 饱含了幼儿园到高中, 教学质量很好, 升学率在云城 能排进前五。 我也不要求你们爬多, 就来回个五次吧。 他张开了右手指, 五根手指头 在太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个别白。 张寒意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脸色隐隐地发白。 这楼, 怎么着都有三十层啊? 来回个五趟, 不死都得要大半条命了。 原本还以为 三小指会借此 狮子大开口地 跟他们各种好处, 哪里想到 他们想的是 这么折磨人的办法。 妈, 他看向了周连连, 抖着嘴唇叫了一声。 周连连的脸色 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心里燃烧着一团团的火。 但他克制着不发, 知道一旦发了, 那之前的等就白费了。 续消, 是不是我们爬了, 含义之前的任性无理, 就能一笔勾销了? 他深呼吸, 问道, 有些话要问清楚了, 才能去办的, 要不然办完了三小只反悔, 那他们岂不是成了被耍的猴子? 张旭消看着他, 笑得更无害了。 你们先爬了再说呗。 他笑着轻飘飘道, 周连连气劫, 这无所谓的态度, 根本就差明晃晃地告诉他, 他就是要耍他又如何。 张旭消, 你别太过分了呀。 张含义忍不住, 低吼道, 啊, 我过分了吗? 张旭消掏了掏耳朵, 装傻反问。 你, 张含义怒指着张旭消, 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脸色变来又变去, 到底是碍于霍斯身的威压, 重新妥协。 旭消,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原谅我的任性无理。 张旭消挑挑眉, 不都说了吗? 你们先爬楼了再说。 文言, 张含义只好求助性地看向了周连连。 好, 我们爬。 周连连几乎是咬牙挤出自来的。 就算知道张旭消是在耍他们又能如何, 要想讨好三小只, 就必须要做。 要不然转身离开的话, 等待他们的绝对是张世海无尽的怒火。 一旦张世海哄不好, 他想借消四对付他, 就不容易了。 所以有些委屈, 不受也得受着。 保镖叔叔, 麻烦你带几个人跟着他们哦。 张笑笑打电话给保镖头头, 道, 带着张含义要往教学楼去的周连连, 脚步停了停。 他本来还以为三小只会跟着他们爬, 打算等他们爬累了, 就坐壁坐电梯上下, 没想到张笑笑会叫保镖跟着。 坏女人, 要认真地爬, 别想着作弊哦。 张笑笑四十看出了周连连的心思, 提声道, 就算没有保镖跟着, 教学楼也有监控的, 一查就知道了。 周连连的脸色铁青了下, 他是真的忘了还有监控这件事。 被张笑笑这么一提醒, 就显得好像他很蠢一样。 保镖过来, 以命令的口吻道, 张夫人, 张小姐, 请, 别打扰小少爷和小小姐上课。 周连连和张含义不情不愿地走了, 三小只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不屑地哼了哼。 哥哥, 这母女挺搞笑的, 竟然把念头打到我们头上来。 张笑笑撇嘴道, 明明我们那么聪明可爱, 却被他们认为很蠢很好哄。 张旭俊摸了摸他的头, 哄, 妹妹, 别跟自以为聪明的人计较, 在他们的眼里, 别人都是蠢笨的, 所以活该被我们耍。 文言, 张笑笑露齿一笑, 眉目弯弯的, 看起来可开心了, 又是小小替妈妈报仇的一天, 值得庆祝。 哥哥, 等放学了, 去吃肯德基庆祝吧。 张笑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乃生笑道, 张旭俊捏捏他的脸, 妹妹, 妈妈说了, 让你少吃点垃圾食品。 她妹妹什么都好, 就是特别喜欢吃肯德基的全家桶, 不, 她是什么都喜欢吃, 垃圾的, 营养的, 来者不拒, 名副其实的小吃货。 张笑笑吐了吐舌头, 晃着张旭俊的手软蒙撒娇, 哥哥, 今天不是高兴吗? 你让我吃好不好? 被他磨得没办法, 张旭俊松口答应, 现在先去上课。 他道, 等放学了, 随便你点。 欧耶, 哥哥万岁。 张笑笑兴奋地在张旭俊的脸上, 巴挤了一口。 张旭俊凑过去, 拿手指了指自己的脸。 张笑笑会议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三兄妹往教学楼走去。 等上完课, 还要继续折腾周连连和张寒义呢? 爬楼梯, 仅仅只是个开始。 既然他们都开口说做什么都愿意, 那想走可就没有这么的容易了。 成年人总得努力地兑现承诺嘛。 去到教室, 他们跟小依依等小伙伴表示没事后, 就开始上课了。 他们边听课, 边无声地看着保镖发来的视频。 里面是周连连和张寒义 爬两楼梯歇一下的画面。 三小只默契地撇嘴, 无声道, 真没用。 就这点体力, 也敢算计他们妈妈。 真是养尊处悠久了, 连对自身的实力出现了错误的认知。 张笑笑给保镖发信息, 让他们催促周连连母女动作快点, 别给他们写了。 有了张笑笑的命令, 保镖严肃地执行。 周连连和张寒义那时有苦无处速, 只好撑着两条打颤的腿, 加快速度。 不知道爬了多久, 张寒义实在是撑不住了。 他整个人趴在了栏杆上, 坑坑痴痴地喘着气。 各位大哥, 我们谢谢吧, 我真的是没力气爬了。 在保镖再次催促的时候, 他双眼发红, 可怜巴巴地说道, 想到这么努力地爬, 才爬了十五层, 他就觉得有点绝望, 都怪平常不锻炼, 所以临到关键的时候, 才这么地不中用。 张小姐,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的话, 劝你还是别接近小少爷和小小姐了。 保镖偷偷勾起唇角, 眼里却是一片冷意, 不无嘲讽地说道。 张寒一身呼吸, 压下了胸涌而上的怒火, 这些保镖可是霍爷的人, 不是他能随意打骂的。 小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让我们多休息会, 回头你想要什么随便提, 只要我有的, 我都会给。 周连连云了云呼吸, 确定不喘了, 特意地摆出了最妩媚勾人的一面, 声音也是娇媚祸人的。 他对自己的魅力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从没有想过保镖会不上钩, 所以听到他说的话时, 他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张夫人, 你比我大了二十来岁, 我叫你一声阿姨都不为过的。 保镖吃到, 言外之意就是, 他都老女人了, 就别年轻一样叫他小哥了。 他不隔应, 他听得都隔应。 周连连的表情一僵, 头次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魅力不在了。 他虽然上了年纪, 但可以说是风韵犹存的, 要不然也不会把张世海和肖思迷了 这么多年, 可现在却被一个年轻男人叫做阿姨, 这无疑是在他引以为傲的外貌上狠狠地山一大巴掌。 张寒义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虽然他敬畏周连连, 但看自己的母亲吃瘪, 他心里还是挺乐意的。 寒义, 你在笑? 周连连拿货撕身的人没有办法, 只好把怒火撒到了张寒义的身上。 张寒义把笑憋回去, 抬头, 一脸的无辜, 妈, 我没有啊, 你最好没有, 要不然我。 周连连没把话说完, 不过其中的威胁之意, 张寒义是听得出来的。 张寒义心里打了寒颤, 下意识地挽住了周连连的手, 撒娇, 妈, 我们是一体的, 我永远都不可能嘲笑或者是看不起您, 在我心里, 您是高贵, 神圣, 美丽, 的结合体, 美的不可方物。 话落, 周连连的脸色还来不及变好看, 就听保镖传来嘲笑声, 他们母女同时看过去。 抱歉, 我实在是没想到张小姐还有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所以没忍住。 保镖头头, 没什么诚意的道歉。 周连连的脸色瞬间变得更铁青, 一把拍开了张寒义的手, 就往上走。 张寒义赶紧去追, 小声地哄着周连连别信保镖的话, 他说得句句肺腑。 所有小心的哄, 换来的是周连连的一句恶瞪。 在保镖的监督下, 周连连和张寒义各上下了三十层教学楼, 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那两条腿酸胀的, 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张夫人, 张小姐, 许诺了小少爷和小小姐, 就得办到, 要不然惹恼了霍爷, 就可不是爬楼这么简单了。 保镖看着趴树坑吱吱, 半死不活的周连连和张寒义, 眼里没有任何的温度, 冷声道。 闻言, 周连连和张寒义均停下了几喘的动作, 对视了一眼。 黎先生,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不爬, 就是想歇歇脚再爬。 张寒义勉强地挤出笑, 道。 那就快爬, 小少爷他们放学时, 要见到你们。 黎青面无表情道, 周连连和张寒义还能怎么办, 只能接着爬了。 在黎青等保镖铁面无私的注视下, 他们又爬了两趟办公楼, 等下来时, 两条腿走路都是打颤的, 全身都是汗, 脑子晕乎乎的。 张夫人, 张小姐, 小少爷他们在操场等你们, 走吧。 黎青根本不给他们喘口气的机会, 道。 张寒义猛地抓住了周连连的手, 眼里寒泪, 可怜不已。 妈, 我走不动了。 周连连何尝不是如此? 黎先生, 给我们还口气的时间吧。 他皱了皱眉, 压着火道。 霍爷的人, 他是不敢造次, 但太过分的话, 他真的会不顾一切地撕破脸皮, 大闹一场。 反正都这样了, 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黎青冷痴, 不打反说, 张夫人, 我真没见过像你们母女还若鸡的女人。 他们也同样爬了, 可都脸不红气不喘的。 周连连这叫一个火, 指甲狠狠地掐着皮肉, 才勉强地压着心底燃烧的怒火。 这人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能比吗? 你们几个架着他们去操场。 黎青懒得再废话, 吩咐其他保镖, 立刻就有人上去, 两人一组地架起周连连和张涵一旧走。 他们母女的脚就这样刮着地走, 一路都能听到两人齐此彼伏的叫声。 不过, 好在黎青是带队往人少的地方走的, 要不然都要引来学生的围观了。 等到了操场, 保镖直接把母女俩扔在了草坪上。 嘖嘖, 你们也太弱了吧。 张笑笑走到周连连和张涵一面前, 一脸嫌弃道, 连我们兄妹都不如, 我们三岁时怕三十来层的楼梯, 就跟玩一样。 张涵云一直都有训练他们三的体能, 而且有配中药调养身体, 所以别看他们小, 但体质是很好的。 周连连和张涵一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谁面前丢脸, 都不能在三个建筑面前丢脸了。 笑笑, 楼梯爬了, 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了? 张涵云拢了拢头发, 咬牙问道。 张笑笑甜甜一笑, 太阳光的照耀下, 牙齿白的发光, 落在别人眼里, 这样的, 她是很可爱的, 只可惜欣赏的是周连连和张涵云。 他们只觉得张笑笑笑的一肚子坏水, 果不其然, 我什么时候说, 你爬楼了就原谅你? 张笑笑歪了歪脑袋, 一脸天真无暇地问道。 张涵云面容一扭, 牙齿直接把牙尖咬破, 血腥味迅速地蔓延整个弹口。 她频频深呼吸, 才压下了冲上去掐死张笑笑的冲动。 笑笑, 你们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 她咬牙问, 你们在绕操场跑十圈吧, 我们看得心情不错, 兴许就原谅了也不一定。 张笑笑轻飘飘地说道, 张涵云感受着还在打站的两条腿, 在跑的话, 笑笑, 能换别的吗? 她问, 张笑笑晃了晃手指, 声音要多奶有多奶, 但说出口的话却让人崩溃, 不行的哦。 张涵云心里恨得不行, 又不敢对张笑笑做什么, 只好红眼圈道, 笑笑, 我们才爬完楼梯, 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根本跑不了。 黎叔叔, 他跑不了哦, 怎么办呢? 张笑笑看向了黎青, 壮似苦恼地问道, 小小姐, 很简单的, 交给我, 黎青配合, 她指了指, 刚把张涵云拖过来的保镖, 你们俩, 拖着张小姐一块跑。 是, 两保镖领命去办, 你们别过来。 张涵云挥手警告, 保镖根本不为所动, 张涵云大惊失色, 不断地往后退, 奸声道, 张笑笑, 你个狗杂种, 我不要求你原谅了, 你让你的人离我原点。 她算是看出来三小只根本就是有意要逗她的, 既然如此, 她何必再低声下气的? 张笑笑脸去了笑意, 黎叔叔, 他骂我狗杂种, 他控诉, 黎青的脸色顿时一沉, 一声令下, 打两保镖迅速上去, 一左一右地抓住了要逃跑的张涵云, 配合默契左右开弓地扇着她, 起初被扇, 张涵云还能惨叫, 可约到后面, 她声音就越来越弱, 因为已经被扇猛了, 脑子像是转了无数的小星星, 你们别打了, 周连连到底还是对张涵云有母女爱的, 看她脸都被扇肿了, 拿出手机大声道, 要不然我报警了, 就算是霍爷的人, 也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 保镖停下动作, 看向了三小只, 叔叔们, 他要不打就不打吧, 张笑笑挥挥手, 道, 是, 小小姐, 保镖硬道, 他们听话地放开了张涵云, 张涵云本就因为爬楼梯脱离, 还被连扇了好几大巴掌, 没人架着, 他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周连连急忙跑过去, 扶起了张涵云, 女儿, 你怎么样? 他轻声问道, 虽然对张涵云恨铁不成钢, 觉得教他那么多, 在浴室面前成不了大气候, 但到底是自己的女儿, 还是担心他真的会出事? 总之他人挺矛盾的, 既想维护自己的利益, 想荣华富贵, 又想替张涵云谋取属于他的未来, 妈, 我脸疼, 脑袋晕, 张涵云抓着周连连的手, 委屈一下子涌了出来, 可怜不已, 我想回家了, 要知道受这鸟气, 他就不来求三小只了, 他们跟张涵云一样的讨厌, 周连连摸了摸他的脸, 好, 回家, 他也看出, 三小只并无意要原谅接纳他们, 既然如此, 那就不求了, 要不然受一肚子窝囊气不说, 有可能还会被折腾的一身伤, 得不偿失, 何必呢? 周连连道, 女儿, 现在能起来吗? 我扶你离开, 妈, 可以叫保镖拿单架过来吗? 我现在头真的晕, 张涵义难得虚弱道, 周连连想了想, 同意了, 他给自己带来的保镖打电话, 让他们找学校拿个单架, 这样的国际学校, 什么应急装备都会有的, 半个小时后, 保镖才拿着单架, 扇扇来吃, 周连连把不敢对三小只发泄的火, 悉数地喷在了这群保镖的身上,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拿个单架都能花这么多的时间? 他怒声道, 保镖微垂着头, 夫人, 不是我们不想快, 而是校领导那边故意卡着不给, 我们磨了好久才愿意给一个, 就是这单架有点, 他们欲言又止, 不过还是把折叠式的单架打开了, 中间竟然是破了个洞的, 虽然不大能躺人, 但对周连连来说, 是极其侮辱人的, 他好歹是张家女主人, 校领导竟然如此地敷衍他, 简直是, 简直是, 坏女人, 看来你的人品是真的很不好啊, 连学校都不想给你个好点的单架, 张笑笑嘖嘖几声, 损道, 周连连深呼吸, 全倒没有听到张笑笑的嘲讽, 他真反击回去, 或私生那边更有借口对付张家了, 把小姐抬上去, 他隐忍道, 保镖领命, 把张寒义抬到了单架上, 我们走, 周连连一声令下, 率先就走, 等等, 张笑笑乃声叫停, 周连连几倍微僵, 只好停下, 笑笑, 你还有事? 他看着张笑笑, 勉强好脾气问道, 张笑笑没回答他, 只是看向了张旭俊和张旭肖, 哥哥, 我们有答应让他们走了吗? 没有, 两兄弟齐声道, 周连连的脸色一变, 眼底隐隐地泛着星红, 笑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咬牙问, 张笑笑双手还胸, 无所谓地迎着周连连泛着星红的眼, 耸肩道, 坏女人,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三兄妹不是想见就见, 想走就走的哦, 那你想怎么样? 周连连紧皱眉头, 戒备问道, 他现在可不敢把三小指当成好糊弄的小朋友了, 张笑笑歪头做思考状, 周连连见他迟迟没有说话, 生怕他又想出什么坏点子来, 不由出声道, 笑笑,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别以为认了货爷, 就能凌驾在法律上为所欲为。 哦, 张笑笑没什么诚意地应了个字, 然后突然问张续霄, 二哥哥, 到时间了吗? 还有十秒钟, 张续霄看了眼手表, 道, 张笑笑配合地数起了时间, 周连连则是一头雾水, 什么时间? 不过, 等他听到有嗡嗡的声音朝他和张寒义袭来的时候, 他大概地明白了这话, 这三个死小孩, 竟然有引来蜜蜂的本事, 只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妈, 有蜜蜂? 躺在单架上的张寒义, 看着成群结队飞来的蜜蜂, 瞬间吓得脸不疼, 头部晕了, 尖叫着从上面下来, 周连连带着他跑, 身后的保镖还算静止, 紧搁上去保护他们, 夫人, 小姐, 往有湖的地方跑, 只要跳进水里, 蜜蜂就拿你们没辙了, 有保镖提建议, 张寒义一边乱蹦, 一边乱叫, 哪里有湖啊? 他对这所国际学校又不熟, 哪里会知道湖在哪? 保镖也是第一次来, 根本不清楚。 小姐, 我们先跑出操场找人问吧。 他们只好如此道, 张寒一急地跳脚, 那你快带我们出操场啊。 他和周连连被保镖拿外套护着头, 根本看不到路, 但身上有被密封折, 满脑子只剩下疼, 不远处看着他们母女被折的张笑笑, 奶声道, 哥哥, 没想到这两母女这么不讨人喜欢, 保镖还能如此护住。 张旭俊轻吃, 大便都有苍蝇喜欢, 正常。 周连连虽然心机深, 但他挺会收买人心的, 保镖禁止很正常。 张笑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哥哥, 你好会打比喻。 哥哥, 你说我们要不要再多叫点蜜蜂过去? 张旭霄摸着下巴, 问, 反正妈妈研究的吸引蜜蜂过来的药粉 还有半瓶, 可以再引来不少蜜蜂的。 弟弟, 暂时不用了, 要不然把人玩死了, 妈妈就没得玩了。 张旭俊小大人搬到, 张含云这次回国, 本意就是要亲手解决张家的人, 他们三只需要配合给点小教训就行。 张旭霄点了点头, 哥哥, 我们去吃全家桶吧。 张笑笑挽住了张旭俊和张旭霄的手, 教训了周连连和张含亦一番, 他现在心情正好, 可以吃下五份全家桶。 张旭俊和张旭霄同时摸了摸他的头, 带他去学校开的肯德基里吃全家桶。 他左手三个鸡翅, 面前还摆了一份超大的薯条, 吃得不亦乐乎。 妹妹, 喝点可乐, 别枪到了。 张旭俊把可乐递到他的嘴边, 道。 张笑笑听话的张嘴喝可乐。 哥哥, 我听干妈说妈妈昨天答应爸爸了, 而且吃完饭就在酒店睡下, 你们说他们是不是已经。 他做了个亲亲的动作, 笑得一脸贼兮兮的。 张旭俊捏了捏他的脸, 妹妹, 等晚上见到妈妈, 你可以亲自问他。 这所学校可以选择寄宿, 也可以走读。 昨天张寒云有事, 所以他们在学校住了一夜, 今天会回去。 哥哥, 你陪我问吧。 张笑笑奶甜道, 我怕我问了, 妈妈敲我的头。 文言, 张旭俊傲娇得哼哼, 直接拆穿他的小心思, 想我替你挡下这敲头吧。 张笑笑娇憨一笑, 哥哥, 你真聪明。 那还用说, 我本来就聪明。 张旭俊傲娇尽一上来, 那是完全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 张笑笑哥哥的笑着, 笑完, 他把鸡翅和薯条递到了张旭俊和张旭修的嘴边。 哥哥, 你们陪我吃点。 他撒娇卖萌道, 兄弟俩都是媚控, 所以非常听话的张嘴就吃。 尽管他们并不是很喜欢全家桶, 但偶尔吃一吃也是可以的。 吃完全家桶, 张笑笑又拉着张旭俊和张旭修去吃饭。 他一顿猛操作下, 又点了好几个烤鸡翅, 两个猪蹄和其他菜。 还在食堂吃饭的学生, 看他端着满满当当的菜, 眼里皆是闪过了惊讶之色。 他们估计没想到, 长得那么可爱软萌的小女孩, 会这么的能吃吧? 嗯, 哥哥, 这食堂的饭菜还不错。 张笑笑坐下, 胃口极好的塞了一大口饭, 含糊道, 就是和爸爸的厨艺比起来, 差了不少。 提到这, 他突然怀念爸爸的烤全羊了,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哎呦, 不能再想了, 要不然得流口水。 他把心思放在了池上, 嘴里的口水果然少了不少。 张旭俊和张旭霄看他吃的嘴角都沾了饭粒, 皆宠溺地拿着餐巾替他擦掉。 妹妹,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他们哭笑不得道。 三兄妹里, 也不知道张笑笑为什么这么的能吃, 小小的肚子里, 吃进去的大量食物都不知道存到哪里去了。 张笑笑乃甜一笑, 让两位哥哥快吃, 别光顾着给他擦嘴, 和家好吃的。 吃完饭, 他们就回宿舍休息。 这所学校, 下午三点才上课。 张旭俊和张旭霄送张笑笑到女生宿舍, 叮嘱他要乖乖睡午觉, 别又看手机刷具。 张笑笑乃甜点头。 兄弟俩, 这才回了男生宿舍。 哥哥, 周连连母女, 去了伊尔康医院, 你说我们要不要侵入张世海的手机, 通知他一声啊。 张旭霄看了眼手机上的信息, 无害地笑道。 张旭俊同样也收到了信息, 他没说话, 只是信步走到了电脑前坐下, 打开系统, 食指翻飞地敲着桌面。 张旭肖战一旁安静地看着, 别看他们年纪小, 但其实已经有了自己调查人的渠道。 只要出得起钱, 那边的人会把想要的东西都发送过来, 要不然, 当初也查不到霍思深了。 搞定, 十来分钟左右, 张旭俊拍拍手, 道, 弟弟, 这次我们可以看看, 张世海和周连连的感情, 是不是传闻中的情笔金尖。 他给张世海说, 周连连在学校里, 把他们三给打了, 保镖已经汇报给霍思深, 看看张世海会怎么做。 张旭消乐了, 哥哥, 我最喜欢看这种了。 要不, 我们侵入医院监控系统看吧。 可以是可以, 但病房里没有监控。 张旭俊皱了皱眉, 似是有点小苦恼。 哥哥, 这算什么难题, 将那边的医护人员偷偷地给我们录视频, 不就好了。 张旭消笑道, 别忘了, 伊尔康医院有霍氏集团的投资, 我们让黎叔叔打电话过去, 他们是会给面子的。 文言, 张旭俊才想起来, 霍思深陪他们玩闹时, 有提过给伊尔康投资, 他们要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可以去耐看。 不过凭张含人的医术, 他们大概率是不用去拿的。 我给黎叔叔打个电话, 他拿出手机, 直接给黎青拨了电话, 跟他说了他们兄弟的诉求。 黎青立刻照办, 对于这点小要求, 他很快就办好了。 张世海果然不负众望地去医院了, 见到周连连和张含义, 二话不说的就上手了。 打得那很近, 不知情地还以为他们是他的仇敌, 而不是妻子和孩子。 周连连和张含义被打得嗷嗷叫, 病人家属看不过去来劝架, 医护人员和保安等看打得差不多了, 才过来帮忙。 好不容易把圣路中的张世海拉开, 周连连和张含义才得以喘口气。 爸,您为什么要打我们?